唯恶,而仁性之, 至善,未尝不隐然, 见于博士,枕夺之, 终,此孟子之宫所, 已能使帝王之道己, 绝妇婿,不以毫离, 渺乎之未被未现断, 也, 与长宜汤,若, 有恒性,依隐, 习语性成,孔子, 性静习远,乃, 言性之正,非谨善, 自所能弘通, 通事, 学者,既不轻吕梦, 此之时,莫得其所, 以言之要,小则无, 见善之孝, 大则无, 作甚之功,所谓性, 这, 孤已被论习之, 一言而已, 二十六, 水星此处讨论孟子, 性善论认为孟子, 性善论是针对君王, 治国功效的要求而, 建立的学说, 是为, 政治目的而提出的, 人性说法, 是主张, 为政者应爱民治国, 使百姓有丰足的身, 或, 否则人民为恶, 余下就是统治者的, 施政所造成的, 而, 本来人民本性是善, 良的, 绝不会自己, 为恶余下, 因此现, 时世界的人民为恶, 都是政治人物造成, 的, 至于人性, 九, 是本来是善的, 以, 上, 是水星对孟子, 言性善的解读, 是, 以孟子说性善是为, 要携君王行人证的, 理论武器, 而水星, 自己却认为, 人性, 应该是好坏都有可, 能的, 不能谨以善, 说之, 因此孟子性, 善论说法的功能就, 是维系帝王之道, 有功于匡阵君王, 却不能得说人性之, 正, 水星对孟子性善论, 采正至目的进入的, 解读方式, 这事实, 分符合是公学派的, 思路的, 但是这样, 的解读却是不准确, 的, 孟子并不是为, 要求君王而提出一, 各说法来对付国君, 的, 这就把纯粹理, 论问题当成了政治, 决力, 理论成了说, 法, 说法是一套空, 智人心的武器, 梦, 自说人性问题的性, 善论主张并没有这, 样的政治操作目的, 它当然有君王印, 行人政的理想, 是以普遍人性的理, 论意证明这个理想, 的真理性, 既然是, 性善则应要求君王, 自己行人政, 因为, 君王与天下人的人, 性都是善的, 孟子, 思路是收归人人的, 己心操存, 水心的, 思路才是权威政治, 目的, 当然水心的, 政治目进路的思路, 依然是主张君王要, 行人政的理想, 指, 是水心对纯粹人性, 论问题不能从普遍, 原理及主体性价值, 自觉的思路进行, 不能理解孟子所思, 虽然没有吉利批, 判性善说, 却也不, 认为性善说是说人, 性的正理, 反而清, 像告子之意, 告子, 就现实面说人性斩, 现出来的实况, 脚, 柔后可谓善, 亦不, 本质上为恶, 但猛, 子是主张此一较柔, 之后可以为善适顺, 其性善之实方可, 故而本质上是善, 而说性善, 即是性, 善, 则产生应然的, 要求, 则要求人人, 必须为善, 而君王, 亦必须行人证, 所, 以孟子是在人性论, 上见构意强制为善, 的性善论, 借由人, 性普遍原理转出功, 夫要求, 而不是平, 铺着说人性现实, 此中有本体论有人, 性论有功夫论, 而, 水星全然不知, 这种人性论进入的, 哲学讨论水星有时, 即以性命之学的概, 念说之, 并以之极, 为混乱如道的学问, 参见其言, 玄之漏, 非有益于, 道也, 然当时贵之, 欲在此学者部位, 凡流, 则是有能以, 人守学, 后世以性, 命之学位至贵, 而, 其人不足以守学, 百余年贤, 是玄月, 下意, 二十七, 水星认为, 后世如, 家以性命之学修养, 自己, 但是人们自, 己不能持守, 所以, 也是无效的, 至于, 性命之学, 水星则, 认为是来自道家老, 庄的传统, 对儒家, 的圣王事业之道士, 无意的, 在家上如, 者自己的不能持守, 所以来自道家的, 性命之学在如者的, 手中反而使如者部, 如道家信徒了, 水, 新讲的性命之学字, 是涉及主体修养的, 修心之学, 然而, 如道皆需有性命之, 学, 非指道家需要, 有性命之学而无, 好的修性之人是一, 回事, 即应努力于, 做个人修养功夫, 而不能连性命之学, 意其不要了, 由此, 可见水星依然犯着, 取消问题的错误, 一个理论的主张错, 物则可以批评或更, 正知, 但水星的做, 法式以理论没能好, 好实践于是应该取, 消理论, 六, 对孔子知道的, 意见, 水星所有的经学发, 言其实都是借由水, 心所重新议定的孔, 学形态为基础, 论, 意, 以孔子做, 断, 向, 而不, 及其他诸传批评诸, 传的道论, 论, 道, 以孔子以具体的, 牧师见此道之说而, 批评曾子, 孟子之, 只注重自己内心修, 养的论道的意见, 至于对于孔子之学, 本身, 水星当然极, 有他的修饰全解的, 特定意见, 以下就, 水星直接言于孔子, 知学的文字做讨论, 以建立水星的孔, 子之道的定解, 手, 先参见水星言孔子, 知人之文, 体孔子之言人, 要, 须有用力处, 可, 己父礼, 为人, 游记, 其具体也, 出门如兵, 使, 名如记, 其操树, 也, 欲利利人, 欲达达人, 又数, 知降杀者, 常疑词, 用力, 而一席一时, 无不在人, 数可以, 二十八, 夜水星对孔子言人, 知说能从具体识作, 得目上理解, 对孔, 子所说能言其为用, 力处, 言其为具体, 言其为操树, 并, 要求常以此用力, 似乎孔子上述诸说, 皆极为具体明白, 而没有意义混淆以, 智有深入解释的虚, 要, 其实, 具体时, 做得目的抽象程度, 也不小, 例如说, 为人有己, 则如, 何为, 如何有己, 其不义即为主观, 且是内乎外, 燃水, 心不以此为抽象, 仅对使用即道自义, 知讨论已为抽象, 已为是内乎外, 则, 其身体于为人有己, 如兵如迹, 利人, 达人之信心何来, 所具何在, 水心本, 有之爱名护名, 深, 深不以的人心仁德, 当时所具, 然为何, 不能及以之为所思, 知对象, 而畅谈词, 本心人体之为义谱, 变原理而贯通天地, 而为本体论之思考, 或就此贯通天地, 知本体之概念定位, 以为抽象的存有论, 知思考, 水心仅能, 思考自己能理解的, 问题层次不能思, 考其他抽象度较高, 的问题, 且不能真, 对理论主张做反对, 却只能就概念是, 用作攻击, 此为其, 极大之缺失以, 水, 心不能做主体功夫, 思考的意见意见下, 文, 不迁路, 不二过, 以事为言子之, 所独能, 而凡恐是, 知门, 皆清运贫富, 知流于是孔子乌, 天下已无人也, 改, 置身于喜怒是非之, 外者, 是可以言好, 学, 而一事之人, 常屈屈呼求免于喜, 怒是非之内而不惑, 如枯尼而养其波, 也, 呜呼, 必若是, 则为言子而, 二十九, 本文显示水星对于, 用心于内心修养之, 学尽皆不能体会, 文中竟然对于孔子, 称赞言冤不迁怒不, 二过之说予以反对, 水星以为, 不迁, 怒不二过, 是指一, 个人只顾不喜不怒, 而不顾天下事, 则, 此人定是狡猾至极, 而孔子竟然称赞, 言冤为独能好学者, 则孔子简直就是, 批评自己的其他学, 深都是喜怒反复之, 人, 果真以此为好, 学, 那么大家都来, 真相做没有好物的, 伪君子好了, 显然, 水星对孔子之语也, 是会有批评的, 问, 题还是出在水星字, 挤得误读, 关键还, 是在水星不能接触, 主体性本体功夫的, 问题, 其实, 不迁, 怒不二过皆是旧所, 面对的具体事物而, 言, 是主体的理性, 自省能力所致, 是, 主体的修课对制功, 夫所臣, 是主体对, 自己处事的是非对, 错的明白之后的进, 而收敛的修养功夫, 绝不是不问是非, 对错而对天下是不, 理不问的无有好物, 知意, 水星的哲学, 理解能力肯定是极, 未浅薄的水星能, 读懂的只能是有据, 体德目的理仪规范, 及公共政策之说, 抽象的普遍原理问, 题不能读懂, 超越, 的主体修养问题也, 不能读懂, 水星对孔子之到位, 具体实践而含射内, 外之意见见下闻, 孔子讲道无内外, 学则内外交相名, under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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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是又偏朵, 太甚, 未读自内出, 不由外入, 往往, 以为一念之功, 审, 贤可招而至, 不知, 死心之狼有, 未可, 具意家和自明也, 三十, 本文水星批评其同, 时代学者论学之过, 失事为止注重内心, 条理, 不重视外在, 事工, 以为在自己, 心念上做做功夫, 就可以变成圣贤, 水星这种批评, 大, 约就是针对向山行, 太的如学, 但这人, 然是水星的错解, 向山教人固然只有, 先立无心之大者一, 向, 然而一切事业, 皆是人心在经营, 自然是心上功夫才, 是根本关键, 也可, 已说是一切行道之, 事业就是心上之事, 业, 水星可以批评, 的事, 许多讲心上, 要下功夫的如者旗, 时自己都没有真正, 下好功夫, 于是这, 就应该以个别人物, 为没有真正实践的, 批判对象, 而不是, 以主张应该在心上, 下功夫的理论为批, 批判对象, 这就是水, 心始终是以整个哲, 学问题为批判对象, 而不是哲学理论中, 的某个主张或某个, 不能真正实践理论, 的个人为批判对象, 这也就显示, 水, 心始各没有功夫论, 问题意识的人, 是, 对于主体性价值字, 觉得本体功夫没有, 理解, 类似的发挥, 意见意见下文, 孔子未尝以辞明, 道, 内之所安则为, 人, 外之所明则为, 学, 学集, 六经, 也, 至于内外不得, 意称者, 于道其数, 即以, 自私之流, 是以辞明道, 辞之, 所知, 道义之焉, 非其词也, 则道不, 可以明, 中庸, 未必专子私作, 其, 图所共言也, 孟子, 不止于此而便胜矣, 寻清本起记下, 所言皆欲错便是之, 风, 风, 怒目列字, 即, 口切齿, 先望大道, 至此散薄, 无辅, 纯丸, 或者反味其, 才高力强, 亦, 亦与有, 行, 学者狗之词辩, 知味足以尽道, 而, 能推荐孔士之学, 以上皆贤圣之统, 散可复丸, 宝可复, 纯矣, 不然, 断岗, 绝黄, 真于波迷, 于道何有灾, 三十一, 本文中水星对, 道, 观念的认识是以, 孔子的内安于人, 外学六经未说, 并, 以此而认定严道者, 内外部一称, 更揪, 言之, 即是水星矣, 严道必及六经之时, 事实学, 同时内安, 于人, 以此而论, 其中内安于人起步, 即于六经之时事实, 学之实践之内安, 而非另一独立之内, 安, 是即六经之时, 作而安且必有此安, 如此则当其他如, 学系统以安之于内, 心之说而论于性命, 知学或念上功夫之, 学时, 则水星何必, 批评非易之, 因为, 所论于内安者即是, 即外学而言所安者, 必有一内安之药, 求即是必要求于学, 者须以仁义之价值, 态度针定诸实践于, 外知学, 言于内心, 知学者在理论上并, 没有主张以外知诗, 即便或有某些个, 人实践上的以外知, 诗, 也不代表理论, 上主张内心修养之, 学者同时主张以外, 水星说孔子之道也, 只是就其以仁安于, 六经之学而说之, 病人主张孔子于道, 摩索特称, 未尝, 以此名道, 亦即孔, 自并没有再安于人, 即学六经之外独立, 得称说道观念, 道, 就只是实跡实践六, 经之实学一世而已, 于是水星及对子, 斯及其门徒在, 中, 雍, 之作中大谈词, 道之事与以批评, 但是所批评的意见, 就是中庸直接, 以此名道, 而不是中庸所名之道, 知词亦有问题, 谁, 心等于就是说道, 是不得以此名之, 至于中庸, 对, 道所名之词为何则, 水星也不讨论了, 逼者在其他几处睡, 心批评, 中庸, 闻, 此之处所见之批评, 意见, 则多未刻意, 曲解之作, 似乎谁, 心就是以, 中庸, 全书中的各种言说, 而当作, 中庸, 说, 道, 之观念, 以上孔子论道的意, 至一定, 水星亦旧, 古诗之作以身言词, 义之道, 见下文, 古诗作者, 无不, 以义物利益, 物之, 所在, 道则在焉, 非之道者不能该悟, 非之悟者不能治, 道, 道虽广大, 理, 被士族, 而终归之, 于物, 不使散留, 此圣贤经事之也, 非习闻词者所能知, 也, 诗, 既亡, 后世存其理可也, 含欲便为古人未肯, 多让, 或者不知量, 呼, 三十二, 本文尤诗作论道, 人主张论道虚即物, 而论, 亦即是即是, 而论, 士族方理辈, 并称圣贤经事之, 也非光说文词者所, 能知, 即就具体是, 物中才有道之可论, 者, 依水星之说者, 其实他所谈的就, 是具体正式或公共, 政策等, 论于冰农, 依教食宿等事, 至, 于, 中庸, 亦, 传, 以及送如所套, 论的道观念者, 则, 并非具体正式而是, 抽象理论或未谱, 变原理的本体论问, 提或为主体自觉的, 功夫论问题, 这些, 理论并非主张礼物, 言道, 更非主张不, 处理正式而是讨, 论了其他抽象度更, 高的哲学问题, 水, 心自己没有这种抽象度较高的问题意, 时, 便简单的以谈, 这些问题的理论为, 背离了正式之道, 以上所论诸相主要, 由, 水星习学济言, 的材料中出, 词, 外, 水星文集, 语, 水星别集, 中, 所注录的材料主要, 呈现的事业是作为, 是工学派的一般作, 品, 其中有上皇帝, 书, 奏译, 有大量, 的木制名, 有各种, 国家正式的处理意, 见的文章, 当然也, 有诗作极论经学的, 意见, 以下简选集, 则与前述经学意见, 相关的文字以为讨, 论, 7, 对禅佛教研诀, 的意见, 水星论经学已普遍, 原理的取消及主体, 性自觉功夫的否定, 为基本思路, 其中, 说于主体性自觉功, 夫的儒学思路又被, 水星官已入于异端, 的帽子, 水星如何, 结合, 结合禅佛思路已批, 判如学的意志在下, 文中有一个叫维权, 面的论述, 所谓觉者, 道德, 仁义, 天命, 仁逝, 知理事已, 夫事理, 岂不速聚而长存, 然而无形无色, 人, 必隐然独物, 渺然, 独见, 耳目之聪明, 心智之思虑, 有, 出于见闻之外者, 不如是, 不足以的, 知, 仰视觉也, 何, 道将亦驱于问学, 而不辩, 则难于师, 有而不习, 先亦而, 后力, 赌于自卫, 而不苟于为人, 于, 是死身或浮其焉, 是非邪阵定焉, 人, 知大伦, 天下国家, 知经济, 闲取极焉, 三代之后, 誓远, 苏坏, 誓已厉害的, 丧未准的, 杂柔其, 思虑, 分骨其聪明, 喜相玩, 怒相扣, 仗顾其公共者是, 知狭小, 铲辟其砖, 思者而更自以为广, 大, 于是独物特见, 知识, 绝于道而为, 于是, 昏然为天下, 大迷, 夫以义仁人而, 决一事之所谜, 何, 一事以修义仁之所, 决, 方交斗而为义, 而义端之说, 至, 于中国, 上不敬乎, 性命, 下不达乎是, 俗, 岁以聪明为账, 思虑为贼, 颠倒, 漫乌而为之破潮枯, 推迟放散而为之, 的本心, 以于求真, 以粗和妙, 而促, 归之于无有, 是大, 意义, 然其绝世也, 亦必引然独物, 渺然特见, 聪明思, 律有出于见闻而后, 可, 仕途艳夫杂柔, 古之为类, 遂舍而, 求之者十九, 呜呼, 道德, 仁义, 天, 命, 仁是之理不可, 以友义也, 以下之, 学不可以有乱也, 以世俗之觉必其中, 而又以异端之觉, 夺其外, 择礼之素, 拒者却, 而长存者, 影译, 范东书, 绝哉记, 三十三, 本文是水星批判意, 端地文章, 基本上, 所批判的对象是禅, 学的主体性自觉心, 的观念, 本文前段, 文字是水星叙述症, 却得觉观念之作用, 在它的发挥中, 即以静置向山形态, 的主体性自觉功夫, 的理论格局中, 以, 即诸悉形态的普遍, 原理的抽象讨论中, 后段所论, 则为, 讨论异端之觉自观, 念危害中国的结果, 水星已道德, 仁义, 天命, 仁是之理, 说觉, 实际上是说, 的所觉的对象, 是, 觉者即是实践此道, 德, 仁义, 天命, 仁是之理者, 说时, 见才是水星所想的, 问题, 但水星接着, 说, 夫事理起不素, 聚而长存, 然而无, 行无色, 此说, 即是针对上述诸事, 之理之作为一个讨, 论的对象时, 这个, 对象仅是一个抽象, 的存在, 因而无形, 无色, 说无形无色, 就与朱熹说理事节, 净空阔的存在是完, 全一样的思路下的, 说法, 三十四, 这也同, 样式对于道概念的, 抽象讨论的思路, 水星自己能说这样, 的话, 却不断批评, 言道诸说, 时是字, 即脑不清, 水星又, 说, 人必隐然独物, 渺然独见, 耳目, 知聪明, 心智之思, 律, 有出于见闻之, 外者, 不如是, 不, 足以得之, 这, 就是说, 对于上述, 诸实是之理人虚人, 门自己隐然独物, 且有超出一般文件, 之外之智慧的领悟, 才得, 此说又正是, 与象山言于, 此心, 同此理同, 先, 力无心之大者, 等, 思路是一样的, 是, 再说主体的价值字, 觉得功夫活动, B, 于实践者自己的主, 体性的提起, 才能, 先意而后力, 读, 于自慰, 而不苟于, 为人, 于是死生或, 扶其焉, 是非邪阵, 定焉, 人之大轮, 天下国家之经济, 闲取即焉, 如者就是要实践的, 就是要落实家国, 天下的理想的, 但, 是这个强悍明确的, 道德意志, 是有依, 各定理在的, 于是, 如学理论家有针对, 这个定理做讨论的, 理论出现, 这就是, 论道之种种说法, 然水星却不许言道, 诸说, 然而本文中, 之说理之无形无色, 这, 却即是言道之, 抽象定义脉落下的, 思路, 一集水星字, 即也进行了此种言, 道德讨论了, 当然, 水星可能根本不, 知道自己已经在做, 这种讨论了, 这就, 是为什么这种问题, 是哲学基本问题的, 缘故, 因为它们是, 如学理论发展过程, 终必定会接触, 处, 理, 讨论的问题, 水星自己就是不自, 觉得进入这种问题, 意识中, 当然也因, 为它的不自觉, 所, 已也没有认知清楚, 所以对于他人的, 此种讨论便仁静而, 批判了, 此外, 如, 这的实践中, 必然, 是有一个主体性意, 至贯彻的问题, 由, 此而判定意力邪正, 知别, 是凡论于主, 体功夫的说法就是, 在处理这种问题, 也就是前说之性命, 知学所要讨论的问题, 梦子, 象山等, 学者对于这种问题, 特别能够理解而有, 所言说而发挥之, 水星却要批评, 以, 为离物言道, 实则, 试谈得主体性自觉, 的本体功夫问题, 且是如学必然面对, 必须处理的问题, 本文后段则为水星, 以禅佛学的说, 诀, 观念的危害而作, 的批评, 首先说中, 国自三代以后世人, 多有沦落利害之中, 这,玩弄聪明, 仗, 爱公事, 标榜私利, 因此世道甚未混, 慢, 至是有头脑的, 人是, 西记改正, 却走入, 以觉说道, 知徒, 弄聪明, 其结果, 是觉于道, 却为于是, 是人乎, 于天下是, 迷惘其, 奸, 这就是企图以, 一人知觉来醒悟天, 下的做法, 其结果, 就是让天下坚好力, 知徒共同以利害来, 羞辱他们, 结果大, 加义且冲突一番, 这种交战是毫无义, 义的, 这时候, 禅, 佛教的一端之说梗, 加入说觉的正因, 至此中国是人, 因, 觉到之说之使用, 不仅自己性命不能, 静智, 更且于世俗, 知识不能掌握, 审, 至以为, 聪明思虑, 是处事的障碍, 要, 做一些颠三倒四的, 行为才是打破苛酒, 束缚的作为, 悠悠, 闲散才是真正所谓, 的的本心, 他们所, 追求的真妙的事业, 其实是愚昧粗糙, 的行为, 结果就是, 什么有意义的事都, 没做出来, 当然意, 端帝觉知也是会有, 一些道理的, 但那, 是极少数聪明有益, 知识才能做好的, 至于一般是人, 其, 实指是好意物劳位, 难求意, 就纷纷追, 求意端得觉知的路, 此, 这就必然遗失, 了道德, 仁义, 天, 命, 仁是之理, 而, 这些事万万不可或, 师的, 就上所论, 如者知, 不能勇往直前用力, 于天下事物者有之, 然即尽以之为受, 禅佛学之影响已知, 不能承担天下责不, 能成立, 各别儒者, 自己的承担力不足, 以致忘乎代义是一, 回事, 禅佛教修禅, 谈觉的理想目标是, 另一回事, 禅佛教, 本来就不是以建立, 现实社会体制未立, 教宗旨, 以为儒者, 是因为禅佛教义力, 经为因此应该予以, 即建即学习, 结果, 却一呼了儒者应有, 的事业, 这是水星, 所认知的现实, 但, 这个认识不准确, 果有儒者学习禅佛, 教的觉知之说而舍, 弃道德仁义天命人, 事之理者, 则此一, 如者已然不是如者, 而为禅佛教人士义, 既已非同道又何, 须已如礼而驳斥之, 若禅佛教之说是, 如学之内不知已知, 而此一之迈进能隐, 想实践意愿则应语, 博斥, 然禅佛教字, 不是如学, 如者果, 然能被影响以智改, 教则赫须则被禅学, 反而指应于如学, 内部自己检讨了, 水星这样的意见意, 见下文, 佛之学入中原, 其始故为一交而已, 久而岁与圣人之, 道相乱, 有智者常, 欲智经所为以甚之, 促不能有所别意, 而又自同于佛者, 知不足以两名, 而又失之略也, 三十五, 实际上被水星以为, 同于佛者的如学里, 论都不适同于佛, 水星应该批判的是, 举世为迷不振的知, 识分子, 不论学不, 学如, 信不信佛, 而不是如学家的理, 论, 更不是如学理, 论中有与佛学相同, 问题的项目, 水星, 总是混淆社会现实, 与理论建构问题, 以社会现实之不当, 说是理论混乱的结, 果, 实际上理论病, 没有混乱, 在不同, 学派的理论辩论上, 只有在有共同问题, 而主张不同的情况, 可以叫做辩论, 而, 不能在问题根本不, 同的背景下做辩论, 诵如未辩道佛, 当然应该就共同问, 提以为辩论, 至于, 同医学派内部的辩, 论更硬是如此, 但, 水星通常是问题没, 有厘清就展开批评, 甚至不是没有厘, 清问题, 而是根本, 不了解别人的问题, 八, 宿诸圣志的经, 学观, 水星以事工学派例, 场论意经学, 展现, 出特出的经学毅力, 的全是观念, 最先, 明的特色即是一切, 宿诸古圣先王的圣, 至世工的权势进入, 甚至超越经典, 经典以甚至为现实, 而非经典文字中的, 毅力本身因此发, 灰经典一指的厚如, 之作始终不能见到, 参见其言, 古之志足以为经, 不代经以为志, 后世代经以为志, 而志未能出于经, 其是弘大广远, 非, 义人之故, 义日之, 利, 而如者欲以依, 二而言之, 此其所, 以慢然而莫得其技, 这也, 上古圣人之, 至天下, 至乙, 其, 道在于气数, 其通, 辨在于事物, 其技, 刚, 伦类, 绿度, 曲折莫不有意, 在, 于宗庙, 朝廷, 周, 驴, 乡景之间, 其, 教明周旋, 登将, 会通, 感应之节而, 送说其所以然之意, 使之自得于心而, 有于于身, 以行之, 于君臣, 父子, 夫, 父, 昆帝, 在于学, 观, 其波顺风靡, 而天下之人无不根, 于性命, 必于道德, 而习于死身之便, 其智之承若此, 智, 其臣必改法, 圣人, 祭出, 损义文职, 先后叠师, 智有义, 而不相费, 道有同, 而不相习, 顾其言, 语文字, 或始之矣, 成其矣, 或终之矣, 记其成, 言语是迁, 书语是矣, 盖其, 皆可以为经, 而当, 时之天下不待事矣, 为至也, 三十六, 水星讨论天下大事, 的治乱生平, 常事, 直接诉诸圣王之志, 李承笑的, 而不转, 向理论探究, 在理, 论探究的脉络上容, 一走上抽象概念级, 普遍命题的讨论, 在讨论圣王作为中, 则是关心具体操作, 事物, 水星认为圣, 王之实物可记之以, 未经, 但是这是圣, 王自己的境界的展, 现而未典范的记载, 圣王并不需要透, 过他人的典范的记, 宰采来施维政治, 后人及经典所记而, 来学习圣王之志基, 其实是无法竞权, 发挥的, 更且, 这, 些圣制的食物也不, 事后如以一二言语, 的抽象概念, 普遍, 命题能竞权得了的, 因此水星所认定, 得到, 就都是具体, 正是食物中的圣王, 的施谓操作, 由于, 都是出于圣王之手, 比, 因此即便事便, 俗疑, 圣王是作损, 一即依然能成功至, 理, 水星这些说法就甚, 王志公之描写固然, 是建立了一个理想, 典型, 但是这个点, 行在历史上存不存, 再是一个问题, 九, 算不讨论这个问题, 而以为却有其现实, 那么就应该有理, 论的建构已说明着, 各现实的必然性及, 实然性已为典范, 并且就是因为有了, 这个典范, 所以才, 要有后人的即其功, 也以为理想的作为, 知事业, 因此, 必, 需要有可以让后人, 认识学习的途径, 这也就是对圣王之, 制道的普遍原理观, 念的提出, 这就是, 后人的理论建构的, 目的, 然而, 水星, 却批评说后如理论, 知一二言语不足以, 得其技, 更有胜者, 后世待经而自却, 智不能出于精, 弱, 以水星此说, 理论, 既不能竞权, 小习, 亦不能成功, 现实, 永不如往胜, 则止, 能成就一个历史道, 退主意, 如此则后, 如皆不必再向往胜, 智之事了, 而且就, 连水星自己也不可, 能有为时局做贡献, 的出路了, 一个理, 想没有出路的理论, 怎么可能是好的理, 论, 水星高举圣王之志, 但总要有圣王之, 所以为圣王的标准, 以为后世学习的图, 静, 否则仍然屡猎, 圣王理想有何意义, 水星不应该尽管, 高举圣王之志却不, 许后人在理论上发, 挥之, 不许后人能, 有同样的事工成就, 这就是理想没有出路的意思, 否则, 后人仅可以怀疑如, 这所述说的圣王之, 智之真实存在性了, 水星这样的说法, 一极是不已到未可, 以再抽象概念极谱, 便命提层次上的讨, 论项目, 而是只能, 在具体正式实物中, 来使用极认式的项, 目, 九, 宿诸圣志的义, 学观, 水星说义诸宗指手, 先以孔子作, 团, 像, 得立场定, 为之, 而, 团, 像, 作品即是语, 古圣王的治国方案, 一致的作品, 所以, 水星也是以圣制之, 道说义学根本, 其, 说见下文, 亦非道也, 所以, 用事道也, 圣人有, 以用天下之道而明, 知为义, 义者义也, 夫物之推移, 是, 知千格, 流行变化, 不常其所, 此天, 得知智术也, 圣人, 以见之义, 是故道, 以义天下而不带齐, 自义, 故夫圣, 人推为人义礼乐, 智慧身杀赏罚, 作, 为公事器用, 地位, 尊卑名品, 文字以, 通其心意, 全度以, 义其偏思, 举皆归, 知于义, 而文王恐, 自立忧患之事, 有, 以见天下之情而聚, 其不能知, 则又重, 知已是其辩, 系之, 而存乎词, 而义之, 为书备以, 书之谓, 备也, 亦存乎道, 见道者足以为义, 书之既备也, 亦存, 忽书, 天下及其书, 而求之, 书备而易, 使穷以, 侧之以向, 术, 别之以示战, 离惜其挂窑而砸之, 以事物之故, 贬之, 己丹而不得其毫忙, 于是阴阳, 绿利, 驱学小数, 十日, 下礼之说, 与夫宿, 隐形怪, 窥侧异端, 灰鬼不伦之事, 埋伏于山林草野之, 奸者, 又皆自托于, 义, 顾后世以异味, 幽远南通之书, 其, 上下出入, 鬼神谎, 呼, 不可穷劫, 而, 无以为用于天下, 本文中水星观念中, 的义, 是圣王治国, 知道而以义明知, 古圣王位推动仁义, 礼乐, 则有一切智, 是错诗, 但皆归名, 于义, 是文王, 恐, 子幽其意止不明, 故未断, 摇, 向于, 其中, 而成义完整, 的文字性著作, 然, 而, 也就因为文字, 的完整, 后人急就, 疏而言义, 却因而, 落入种种旁门左道, 之中了, 水星之义, 即是一切命算策, 验之义, 验之书皆非圣王之, 义, 圣王之义之位, 治理天下的制道员, 礼而已, 并且水星, 只承认, 只承认现存, 周易, 中的挂窑词集团, 向传的文字未先, 圣与孔子的作品, 而事实上, 挂窑词, 集团向传这几组文, 自所反映的思考也, 确实是具体生活式, 见得进退描写, 有, 见其言, 事故莫若返本, 而论之, 约挂约相, 约团, 约遥, 此其, 所以为一而天下后, 事之所共之者也, 然则圣人所以, 查天地阴阳而拟诸, 其身者至矣, 事故, 约神约便, 无私无, 为而神明其得者, 皆其事之当然而非, 有一都一于人也, 故君子之用意, 莫, 切于向, 咬者, 锁, 以备一挂之事者也, 有挂则有意, 有, 一则有太极, 太极, 立而始终具以, 应, 而两之而便生焉, 故夫两者所以明辨, 而六者所以未两, 也, 应是四者而求, 知, 而圣人之道语, 义之书, 为知其熟, 离也, 然后其所以, 用事道者, 可复见, 义, 然则其所以未, 义者何也, 夫孔子, 则既言之义, 天, 得之大德曰身, 圣, 人之大宝曰为, 何, 以守卫曰人, 何以, 巨人曰财, 理财政, 辞敬名为非曰义, 又曰, 何护卫, 知坤, 辟护卫之干, 亦何以辟为之辩, 往来不穷为之通, 见乃为之相, 行, 乃为之气, 智而用, 知为之法, 利用出, 入, 明贤用之为之, 神, 呜呼, 思过半, 以, 三十七, 本文中出现水星堆, 太极, 概念的使, 用极描写, 以及, 无丝无味, 的, 系, 词传, 中文字的使, 用语解说, 另有说, 天地之大德, 一, 断义是属于, 细词, 下传, 的文字, 神, 为奇怪, 因为水星, 自己已经在别处大, 立功集, 细词传, 中的意见, 尤其是, 说, 太极, 即, 无, 思无味, 观念处, 不过, 水星此处之, 说, 太极, 是以, 之为叠师法中的概, 念, 而非行上道体, 的概念, 说, 无思, 无味, 是旧甚至, 知功效而说, 说, 天地之大德, 是连, 这, 圣人之大宝曰, 为, 何以守卫曰人, 何以巨人曰财, 理财证词尽名为非, 曰义, 的具体证, 至理想而说的, 显, 然, 细词传, 中病, 非全是论于道体的, 抽象讨论, 其中说, 政治实物的观念也, 是水星必须肯定的, 当然这也还是回, 到了他的宿诸圣治, 的义学观了, 四, 宿诸圣治的, 道统观, 对于道统的问题, 其实就是整个水星, 学思的核心问题, 只是他的意见与颂, 如不类, 如不类, 并强势功, 即, 当然水星并不, 全面否定送如的道, 统观, 只是否定层, 子, 孟子以气被送, 侏儒的自成的道统, 重点及在否定层, 参, 孟子以下身具, 行上思辨及主体字, 觉性格的道统传承, 观, 水星依然接受, 姚舜与汤文五周公, 孔子的道统, 只是, 这一个道统就在圣, 智之中, 而非诸如, 的理论之中, 这也, 是笔者所平定的水, 心只知道道统不知道, 论之意, 水星如何, 隔绝诸如之说而语, 古圣道统有别呢? 关键还是在肯定功, 共振策进入的如者, 至国使, 而否定谱, 辩原理及主体功夫, 的如学理论是, 参, 见其言, 道不可见, 而在, 唐于三代之逝者, 上之至位之皇级, 下之教位之大学, 行之天下位之中庸, 此道之何而可明, 这也, 其散在事物, 而无不合于此, 缘其名以考其时, 及其事以达其意, 岂有意不当哉, 辩, 周位秦汉兴, 静智唐起儿, 一知, 夫其或, 出于张巨, 或出于, 杜树, 或出于称为, 或甘心于以敌之, 学, 岂不皆以为道, 哉, 夫未长求, 知于心, 而言习于, 口耳之末流, 幻望, 于坠腹知其旁, 则, 虽以两千余年之久, 欲婉儿赋于三代, 知上, 故以其有所, 不厌, 而中间自位, 却绝不济之事, 则, 亦赫怪于此, 而至, 乱心王之所有, 可, 甚道于, 事故今世, 知学, 以兴起之, 推而至于穷事物之, 理, 反而至于负性, 命之计, 然后因恐, 事之经已求唐于三, 待之道, 无不得其, 所同然者, 而皇集, 中庸大学之一时可, 以复健而无疑, 乌, 乎, 发之而始明, 操之而始存, 扩之, 而始广, 养之而始, 全, 久之而始化, 事心之用, 何以义, 于唐于三代之圣人, 哉, 虽然, 虽然, 事下之, 教也, 上何以至, 上不以至则不求, 下虽以教而不服, 然则天下何以至, 唐于三代, 内外无, 不和, 顾心不劳而, 道自存, 推之父子, 而和, 推之君臣而, 和, 推之兄弟, 彭, 有, 夫妇而和, 上, 和天明, 下何的信, 经之为道者, 物, 出内以至外也, 然, 而于君臣, 父子, 兄弟, 朋友, 夫妇, 常唤其不和也, 守其心以自信, 或, 不和焉, 则道何以, 成, 于是三者或不, 能知其所当师之意, 而图示其说以自, 好, 则贺以为行道, 知公, 顾夫喜以步, 知道为患, 而今已, 能明道未优也, 夫, 上有志, 下有教, 而道横于天地万物, 知中, 史无以异于, 唐于三代之事, 然, 后可以无憾, 故句, 列其意, 天下的详, 焉, 三十八, 本文中水星意已到, 为主题而讨论, 但, 是水星之道就是古, 代圣王的具体至机, 三代之志以后, 经秦汉随唐, 学者, 亦不断论道, 但都, 已落位张巨度数称, 为一敌意, 虽然都, 说是道, 但已不是, 三代古圣王之具体, 至道了, 古圣王位, 常求之于心, 后人, 不见三代之真实境, 旷, 遂求之于心, 以知穷礼复兴, 其, 用心意不可非, 好, 好使用发挥意的境, 于三代圣人之心, 但是, 水星对求之, 于心的做法还是有, 批判的, 而且他的, 意见非常不具现实, 信, 水星以为, 求, 心之道是下之教而, 非上之志, 以及, 对于当事学者以心, 学要求之做法, 水, 心指示之为民间教, 欲功能而不是在上, 为的君王的画质功, 能, 水星把如学中, 要求于主体修心的, 观念放在国家治理, 的脉络中评价, 以, 为国家治理的时效, 知智莫过于君王的, 政治措施, 这笔明, 尖叫化更有效果, 这才是内外合一之, 道, 水星批平经之, 学者物于由内以致, 外, 结果就是致外, 部分难能落实, 虽, 然如此, 今世之学, 这还是不改说道说, 新的做法, 结果就, 是今世之学者的论, 道说道做得越多而, 天下之治理则越不, 能有效果, 水星的, 立场就是上要有志, 道, 下要有教化, 这样才能回复三代, 知甚至局面, 哪才, 是道横于天下的时, 即实况, 水星词说, 与其说, 是批评如学理论家, 的理论指悟于内心, 修养失去外智时效, 无宁说是指责君, 王并未能落实甚至, 知公, 因为如者就, 是知识分子, 如者, 就是民间人士, 即, 便在朝为官义人士, 君王之下的一员, 如者在封建王朝体, 至终无论如何不可, 能扮演至于上的角, 色, 能物力于民间, 讲修养之道以培育, 后人以属难得, 因, 此我们得到了这样, 的解读立场, 那就, 是水星之批评意见, 与其说是对准是如, 不如说是对准君王, 水星心中是否真, 有对君王责难批判, 的心态无人尚不可, 知, 但是水星论里, 的轨迹却使得他的, 说法只能说给君王, 聆听了, 因为所有, 言说理论的如者都, 不是君王, 因此也, 都不可能再无道之, 君王主政之时能有, 校府教于下即求至, 于上, 水星可以说, 是以现实政治操作, 批评理论创造, 与其说他主张了一种, 特定的学术观点, 无宁说他否定了一, 切学术, 指肯定正, 至实物, 水星这样的态度做, 卫士工学派的形态, 却忽有其立场言, 正的形象, 不过他, 对士儒的理论攻击, 隐藏了对父君王的, 要求, 君王未必能, 明白, 如学理论却, 已被他攻击的无力, 足之地了, 可以说, 又是提出了一种, 没, 有出路的理论观点, 果真如此, 对于, 水星作为历史上的, 如者实在适应于高, 度敬佩的, 只是对, 与水星作为哲学史, 上的理论家实在是, 应于严厉批评的, 因为他又再度让道, 统治论没有出路了, 五, 小杰, 水星作为如学史上, 有理论形象, 有学, 派地位的理论家, 其理论形象即是一, 是公思路的如学见, 够, 其结果却是不, 了解哲学问题而认, 亦否定, 亦, 雍, 孟子已至北, 宋诸如的理论, 不, 是就其理论主张的, 否定, 而是就乞讨, 论问题的否定, 这, 些问题并且被水星, 视为道佛的问题而, 非侮辱的问题, 九, 道佛而言, 水星的, 批评义不咎理, 道, 佛就是道佛而不是, 如学, 水星全然矣, 如学世界观, 如学, 价值立场, 如学社, 会议是来争论是非, 与其说是辩论无, 您说是宣传, 其余, 诸如之说皆能误解, 则于道佛之见更不, 入力, 本文因此并, 为就水星辟道佛意, 见进行梳理, 以神, 笔墨, 笔者并不否认水星, 人格, 亦不否认水, 新论于公共政策诸, 说, 亦不否定水星, 于南宋王朝中作为, 亦敢言的官员的力, 是角色, 但是对于, 如学理论建构始终, 的水星角色则完全, 不能认同, 反省于, 诸禄之真中的一同, 则水星并诸禄一, 其否定的情势真硬, 让人维护于诸或为, 护于禄的所有学者, 重新反思, 诸禄本, 有其根本问题一事, 的差异以致可以护, 相沟通甚或继续抗, 变得脉络, 然而当, 面对水星这种否定, 一切理论的态势时, 真不知诸禄之霜, 方又如何共同面对, 这种是弓进禄的弓, 即炮火了, 是否因, 此能刺激诸禄双方, 更加重视其同的一, 面而不适应的一面, 本文从哲学理论的, 创造与建构的进禄, 讨论水星如学, 却, 得出一个全面否定, 的结论, 却与从事, 功力场肯定水星学, 私的研究成果这证, 相对反, 这也正是, 本文写作之重要价, 之所在了, 以参见张义德先生, 研, 学济宣, 成, 赋量是沿着一条, 智史, 的道路来见, 力, 功力之学, 的, 夜市则不然, 它, 在智学上走的事一, 调至今的道路, 在, 习学济言序幕, 中, 虽然对大量的, 使吉做了评论, 以, 此来铲发自己的思, 想, 但它着重研究, 的还是儒家的经书, 它以经为自己理, 论的出发点, 以解, 经作为铲发自己理, 论的主要形式, 以, 摇到孔秋之道位字, 几理论的前提, 它, 把自己的功力思想, 建立在产发儒家经, 书的理论基础上, 从而走出一条语意, 往永家学派学者部, 相同的道路, 在当, 时, 人们往往把智, 使与功力等同为一, 是, 如诸熙就这样, 看, 全祖望也有余, 此, 看到夜市由智, 使转到至今, 就已, 为他不再坚持功力, 知学了, 其实, 已, 至今来明功力, 正, 是夜市的一大特色, 夜市评传, 第三章永家学派盖, 论三夜市在永家, 学派中的地位, 中国思想家评传从, 书, 南京大学哲学, 戏出版, 1994年, 十二月出版, 夜一百二十三, 二, 慕宗三先生对夜, 水星的批判义誓言, 立的否定的, 其言, 不解孔子对于, 道之本统在剑之义, 义, 孔子之传统权, 被抹杀, 是则其归, 也终于成为革绝论, 与明获论, 故真正, 轻忽孔子而语孔子, 传统为敌者夜水星, 夜, under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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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score则其余, 汉狂被一云即以, 星体与性体, 第一部, 第五章对于夜, 水星总数讲学大致, 知恒定, 198, 一年十月台四版, 夜二二五, 本文写, 做立场与沐先生同, 根本认为夜水星, 的哲学能力是全盘, 接错的, 三, 参见, 宋元学案, 卷五十四中定, 夜水星先生事, 夜, 一千七百四十三, 令参见, 夜, 视频传第二章夜, 市的生平和著作, 六页市的著作, 章, 亦得这, 中国司, 想家评传从书, 南, 京大学哲学系出版, 1994年十二月初, 版, 夜一百零二, 四, 中国哲学从书, 夜市集, 宋夜市传, 台湾河洛图书出, 版社应行, 197, 四年五月台出版, 五, 参见劳斯光严, 心性论之哲学, 乃一诸体性未本者, 形上学及宇宙论, 知哲学, 皆是以客, 体性未本者, 二者, 乃类型完全不同之, 两系, 孔孟之说, 属心性论力场, 汉, 如之说属宇宙论力, 场, 亦传及中庸等, 文件所表现之思想, 则以形上学为主, 而杂有宇宙论成分, 故意传之思想力, 论绝不能与孔孟, 知学混味一谈, 词, 试论中国如学十一, 大棺木, 心边, 中国哲学史, 三, 明书局, 一九九一, 年八月增定六版, 页一零四, 六, 参见穆宗三言, 一传乾坤并见, 尊甘儿法坤, 圣人, 知识见及法坤, 此, 曰的载, 甘道创生, 即尊甘, 此曰天父, 此人是相应原有, 知规模而言者, 并, 无其出处, 视为其, 出者乃小教之妄言, 亦非离开无限制, 心与圣人之见仁儿, 空头以言者, 空头, 以言者乃偏虚, 辅, 知望大, 非原营之, 大业, 原善论, 台湾学生书局, 一九八五年七月初, 板, 夜三一零, 有, 见, 时宋明如之, 大宗即是恢复论, 梦, 中庸, 一传之, 主导地位, 在此, 无人首先须知, 一, 宋明如大宗之看法, 论, 梦, 中庸, 一传是通而为一而, 无格者, 故承得之, 教室道德的同时及, 宗教的, 就学问而, 言, 道德哲学极含, 一道德的形上学,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正中书局, 发行, 一九六八年, 第一版, 夜二十, 七, 宋元学案卷, 五十四水星学案, 上总数讲学大致, 黄宗西原著, 全, 祖望不休, 陈金生, 梁运华典校版, 中华书局出版, 夜, 一七四八, 八, 宋元学案卷, 五十四水星学案, 上总数讲学大致, 夜一七四七, 九, 宋元学案卷, 五十四水星学案, 上总数讲学大致, 夜一七四八, 十, 张义德先生言, 习学记延续, 目, 是夜市评论, 历代学术著作的专, 这, 夜市评论, 夜一百零三, 十一, 参见张义德言, 夜市并非未批, 凭陈参子私而批评, 陈参子私, 他事通, 过对陈参子私的批, 凭而否定陈参子私, 孟子这个传承系统, 对孔秋的敌传地位, 从而在这个要害, 部位上把道学枷锁, 标榜的道统栏, 腰阶段已推翻锁, 为道统论, 在, 对道学的批评中, 这是最有利的一集, 充分体现了夜市, 思想的批判精神, 夜市平传, 夜, 一百二十四, 十二, 颂元学案, 卷五十四水星学, 按上水星席学计, 言, 夜一七四九, 十三, 颂元学案, 卷五十四水星学, 按上水星席学计, 言, 页一七四九至, 一七五零, 十五, 令参见同样的, 话, 以曾子问理, 即, 杂技, 诸礼语, 以礼, 考之, 义, 知其所谓, 鞭斗之, 是, 则有私存, 者, 盖层子之所谚儿, 不讲也, 虽然, 边, 斗, 术也, 术所以, 出一也, 古称孔子, 与其图未尝不洗礼, 虽逆履有舍不忘, 事实里文有斑斑, 然行于上下, 智者, 将弃之以, 冠儿为, 依, 孔子之所守也, 执经略粗, 得末, 诗本, 皆其所具也, 宋元学案, 卷五十四水星学, 岸上水星席学计, 言, 夜一七五九, 十六, 宋元学案, 卷五十四水星学, 岸上水星席学计, 言, 夜一七五一致, 一七五二, 十七, 宋元学案, 卷五十四水星学, 岸上水星席学计, 言, 夜一七六七, 十八, 参见陆向山言, 若子供之明达, 故居游夏之幼, 见礼之正闻乐之德, 知识, 绝凡明远矣, 从夫子游, 如彼, 其旧, 尊姓夫子之, 道, 如彼其智, 夫, 子寂末, 其船乃步, 在子供, 故在曾子, 思见之故人, 难, 于字之如此, 曾子, 得之以路, 子供诗, 知以达, 向山, 先生拳几卷一, 书与胡记随之二, 宋路九渊传, 明王宗墓边, 世界, 书局具名家静江西, 看本效应, 夜流, 又见, 促之传夫, 子之道者, 乃在曾, 子, 伯于死, 子思, 乃夫子世孙, 夫子, 知门人, 光耀于当, 事者甚多, 而子思, 读诗是曾子, 则平, 日夫子为子思则诗, 这可知已, 在我子, 共有若, 其才至最, 高, 子下子游子章, 又下一等, 然游下, 以善文学之场, 而, 堂堂呼子章, 子游, 游以为难能, 其言, 论足以动人, 光滑, 足以要俗, 成非以, 于鲁的好者, 所可, 比你, 至其传道受, 夜, 不谬于圣人, 在我子供有若, 在我子供有若, 游, 不在此位, 旷游下, 呼, 故自尘子传之, 子思, 子思传之梦, 子, 乃得其传者, 外, 外此则不可以言道, 向山先申权, 集卷二书语, 礼圣干之二, 夜一, 零, 十九, 宋元学案, 卷五十四水星学, 按上水星席学计, 言, 夜一七五三至, 一七五四, 二十, 宋元学案, 卷五十四水星学, 按上水星席学计, 言, 夜一七五四, 二十一, 宋元学案, 卷五十四水星学, 按上水星席学计, 言, 夜一七五五, 二十二, 宋元学案, 卷五十四水星学, 按上水星席学计, 言, 夜一七五五, 二十三, 参见, 宋元学, 按卷五十八项, 山学案变太极图, 说书, 夜一七六七, 二十四, 宋元学案, 卷五十四水星学, 按上水星席学计, 言, 夜一七五八, 二十五, 二十五, 宋元学案, 卷五十四水星学, 按上水星席学计, 言, 夜一七六七, 二十六, 宋元学案, 卷五十四水星学, 按上水星席学计, 言, 夜一七六七至, 一七六八, 二十七, 宋元学案, 卷五十四水星学, 按上水星席学计, 言, 夜一七八零, 二十八, 宋元学案, 卷五十四水星学, 按上水星席学计, 言, 言, 夜一七六五, 二十九, 宋元学案, 卷五十四水星学, 按上水星席学计, 言, 夜一七六五至, 一七六六, 三十, 宋元学案, 卷五十四水星学, 按上水星席学计, 言, 夜一七八五, 三十一, 宋元学案, 卷五十四水星学, 按上水星席学计, 言, 夜一七八六, 三十二, 宋元学案, 卷五十四水星学, 按上水星席学计, 言, 夜一七九三, 三十三, 宋元学案, 卷五十五水星学, 按下水星文集部, 夜一七九七, 三十四, 参见诸西言, 盖气则能凝结造, 作, 礼却无情义, 无忌妒, 无造作, 只此气凝聚处, 礼, 便在其中, 若, 礼, 则只是个净结, 空阔底世界, 无形, 鸡, 它却不会造作, 气则能酝酿凝聚, 生物也, 但有此气, 则礼便在其中, 珠子与泪, 卷, 第一, 礼器上, 也, 三, 台北文经出版, 设发行, 一九八六, 年十二月出版, 三十五, 宋元学案, 卷五十五里之汉, 中周记, 夜一千七百九十八, 三十六, 水星别集卷, 之五净卷总述, 台湾, 和洛图书, 初版社, 月, 夜六百九十三, 三十七, 水星别集卷, 之五净卷总述, 台湾, 和洛图书, 出版社, 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五, 月, 夜六百九十五, 赴六百九十七, 三十八, 水星别集卷, 之七净卷总述, 台湾, 和洛图书, 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五, 月, 夜七百二十六, 而, 三十二A九十七F四千九百二十四A五百三十三, B十九一一万七千四百五十五亿一千三百八十五, 零八B二DDR, 三百二十七C八DF八十一A九千五百三十九, 一二十二BBD0024CA八十三, 法零二七一三二零零五, 八零四三五二OK九, Text斜线HTML二十九Friday, 二十六November二千零一十, 五点五十分三十一秒GMT二十八, 两万零三百三十二B-十三A三十三, 四百九十五E14CDAB7C00, 零三HITES五千八百零四三十五, 台大哲学系, 中国, 哲学会, 保住锐气, 杜宝, 锐资料, 教学课, 辰,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 资源, 陈白沙境界功夫境, 路的如学建构, 首页, 向上, 孔子的境界哲学, 孟子的功夫哲学, 荀子的性论与天论, 中庸哲学体系探究, 朱伯坤艺学哲学, 史方法论检讨, 一传中的基本哲学, 问题, 周易经传, 的哲学知识学探究, 懂中书与咒论进路, 的如学建构, 懂, 中书政治哲学语语, 咒论进路的如学建, 构, 周连西境界, 哲学进路的哲学体, 细探究, 张恒曲, 思想中的如道佛存, 有论之差异, 张, 在哲学体系的基本, 哲学问题诠释进路, 邵雍如学建构的义, 李探究, 成浩敬, 借哲学进路的如学, 建构, 成一形上, 学功夫论语义学进, 路的如学建构, 朱熹哲学的研究进, 路, 朱熹功夫理, 论, 朱熹谈本体, 功夫的项目与意涵, 朱熹本体功夫进路, 的为学方法与修养, 活动, 朱熹行上, 思想, 朱熹行上, 思想的创造意义与, 当代争议的解消, The metaphysics, of true, 虚, 之言一意, 中朱熹, 与胡鸿一礼争辩之, 解析, 胡鸿心性, 哲学, 胡鸿如学, 相关论指, 对胡, 武风哲学的当代权, 视之反省, 论胡, 红从成人心性到悟, 说的如学建构, 朱熹里一封书说之, 讨论, 从朱熹归, 神观谈三教辩证问, 提的如学理论建构, 朱熹哲学思想书评, 精春风哲, 朱子, 哲学思想的发展与, 完成书评留树仙者, 变态极图说书, 中朱熹与陆向山逸, 理争辩之解析, 夜水星事工进路的, 如学建构批判, 心统性情与心机理, 的哲学问题分析, 陆向山功辅论进路, 的如学建构, 路, 向山的教育思想, 朱禄俄胡知会的轮, 理亦涵, 陈白沙, 境界功夫进路的如, 学建构, 王阳明, 功夫哲学进路的哲, 学体系探究, 论, 王阳明的知行关系, 王阳明的三教辩证, 与教学风格, 陈, 来有无知境书评, 罗清顺存有论境路, 的理气心性辨息, 王夫之义学书评, 带阵重建如学概念, 的理论意义, 档案下载, 陈白沙境界功夫进, 路的如学建构, 一, 杜宝瑞, 二, 一, 前言, 二, 陈白沙作为如, 者的生命形态, 三, 陈白沙的学思, 风格定位, 四, 陈白沙的静坐, 学与儒学的关系, 五, 陈白沙静存自, 得以自然为宗的功, 夫方法, 六, 陈白沙新学成, 一, 七, 陈白沙从主体, 境界言说道体的存, 有论创造, 八, 小节, 一, 前言, 陈白沙的一身形仪, 正立了如者的修持, 形象, 开创了有名, 一代新学的先生, 然而就如学理论的, 开发而言, 白沙之, 学境是在持守的意, 境上有所落实, 而, 飞于世界观体系上, 有所创发, 是在心, 性功夫的实践上有, 实际操作有正量而, 有实义, 白沙的操, 做风范有何特征, 这是本文首要关切, 的问题, 白沙强调, 静坐, 亦确实实践, 此静坐之学于如, 学功夫修养上有何, 实义, 这是本文将, 要探究的议题, 白沙上有许多境界时, 的的物后语, 这些, 物后语的境界意涵, 为何, 是否引发心, 的哲学议题, 这也是本文将要说明的, 要点, 此外, 白沙, 学号称心学, 白沙, 心学定义为何, 有, 和心意义或仅是重, 辅, 本文将从白沙, 实修之物所开发的, 儒家功夫修持方法, 所引发的议题进行, 讨讨讨论说明如学在, 两宋世界观一离开, 创之后的返回心性, 修养之路上的成白, 沙, 如何以一生的, 实作修养而展现如, 者的气象, 又有何, 种功夫理论本身的, 新议题的出现而知, 的讨论的问题, 二, 陈白沙作为如, 者的生命形态, 陈白沙从四孔庙, 自然是如者无疑, 然其一生仅有大约, 一年在经为观, 且, 地位不高, 却友善, 书词观之大动作, 在相修养时, 慎友, 放逸山林之举, 因, 此, 白沙若为如者, 则他是一个什么, 异议的如者典范, 这是本节要处理的, 问题, 陈白沙一生父经三, 四, 第一次二十一, 岁父经应考落榜, 却有资格留在国子, 兼就读, 二十四岁, 在考又落榜, 岁南, 归, 二十七岁师无, 与毕, 二十八岁返, 香前修, 静坐不出, 而有自得, 三十九, 岁再度复经复犹太, 学, 并应事而又落, 地, 却应受到誓灵, 景仰, 保有声明, 而有一次短暂的做, 观机会, 然又是自, 几次观返乡, 返乡, 后专注讲学, 建构, 哲学, 创江门学派, 第三次五十五岁, 算是应建入京, 此, 石城白沙的生明乙, 是如日中天, 然潮, 庭人要他参加考试, 再量才任用, 这对, 于一位气象丰厚的, 学者而言, 其实已, 是一种羞辱, 白沙, 岁已体弱几亩病位, 由, 上书臣请难归, 岁一身主要在乡, 教学, 弟子高中父, 适者却不计其数, 实际上人是一位官, 新国适的如者风范, 四年七十三, 八, 十五年之后, 万历, 十三年, 陈白沙以, 赵乙汉灵院检讨, 陈宪章从四, 记, 以从四孔庙, 陈白, 沙作为如者的身份, 自是已在历史上却, 定, 然而, 黄宗兮, 指出, 有名之学, 至白沙史入惊为, 其吃井功夫, 拳, 再涵养, 喜怒未发, 而非空, 万感交集, 而不动, 至阳明儿, 厚大, 两仙生之学, 最近, 杨明后来从, 不说起, 其故何也, 三, 一方面是王, 杨明从不提起, 零, 方面是刘吉山甚至, 直言批评成白沙之, 学, 四禅非禅, 不, 闭论以, 四, 关键, 即在成白沙的学宗, 自然之学是已静坐, 而自得, 已静坐, 而自得的学宗自然, 知学, 可以是儒学, 一理建设的一种境, 路, 一种形态, 指, 要说理清楚, 意应, 人是儒学阵营中的, 一系理论, 宗观白沙一身行仪, 始终有意为官服, 物设计, 是官场部, 能让他就认, 然而, 自得已养之计, 人, 讲学劝教, 标举如, 宗, 分辨毅力, 不, 留世俗, 从他自己, 的价值取向及生命, 历史而言, 成白沙, 人是高举如门的时, 见者以及创建如学, 的哲学家, 旧诗见, 的风格而言, 个别, 如者放在历史脉络, 终其人之进退出处, 本就是人人殊途, 因此逼者仍然正面, 肯定白沙风犯人士, 如者气象, 至于学, 私形态, 则是哲学, 方法论问题, 此证, 本文玉与白沙分说, 的重点, 简言之, 白沙一身, 自学, 教学并建构, 如学, 他的如学有, 他的特殊形态, 他, 的一身形移与他的, 如学的特殊形态即, 有关联, 直接的说, 是, 静坐自得学宗, 自然, 方法论的, 说是, 以静坐未入, 手功夫, 以含, 养育体任为功夫时, 得知学, 以自, 然为宗位主体的静, 戒, 以主体静, 戒说道体的性真, 此外, 白沙学位, 明代心学比祖, 则, 白沙学位心学是何, 义, 实际上, 以上, 种种白沙功夫境界, 哲学之作即是白沙, 心学之义, 以下竹, 像说之, 三, 陈白沙的学思, 风格定位, 白沙于如学却有创, 作, 然为何意, 本, 节将于已定位之, 其中有功夫论问题, 有境界哲学问题, 也有本体论问题, 林济平教授所者, 明学探为, 一书, 指出, 白沙成, 学, 可分位三个阶, 断, 一是静中养出, 端倪, 二是随处体, 认天理, 三是以字, 然为宗, 五, 此处, 先及上说分析之, 首先, 旧, 静中养, 出端倪, 而言, 这, 其中是有两项重点, 的, 其一位白沙所, 强调的静坐功夫, 其二位静存涵养的, 功夫, 然此二是在, 白沙学思中是谍归, 一是的, 逼着以为, 就近坐而言, 本, 是世道共法, 如学, 加取位己用之后义, 成为三教共法, 然, 虽位之三教共法, 作用一别, 就道教, 而言, 静坐是连着, 修炼术位一的, 是, 身体操作的宇宙论, 进路的功夫修炼方, 法, 就佛教而言, 既调习亦调心, 是, 连着禅定功夫的身, 心二路共进的修行, 方法, 此暂不深论, 就如学而言, 即, 本上只是一个平日, 专注的修养功夫, 简言之旧事在静坐, 中收敛心性的修养, 功夫, 基本上根深, 体的操练甚至开发, 超自然能力之术是, 不相干的, 因此尽, 作祟只是一种活动, 方式, 在此中调养, 心性, 让儒者宗主, 的道德意识随着发, 漏, 让扰攘的利誉, 俗见审殿消散, 虽, 然是一种身体形式, 的活动, 其实仍是, 心理意义的修养功, 夫, 笔之诸兮于, 中庸, 全是中所提, 出的, 净存洞茶, 说, 即, 净食存养, 洞食醒茶, 之说, 如者的净做活动, 就是净食存养的的, 活动形式之一, 白, 杀的净做知学即是, 如此, 因此笔者说, 白杀的净做功夫与, 净存含养之功夫时, 做事合一的, 笔者要强调净做语, 净存在如者的认识, 中是合一的, 是因, 为净做功夫再道佛, 两教是有着更为多, 原重要的功夫功能, 的, 但是如学系统, 中的净做功夫并没, 有另外的许多功能, 因此其时就适境, 存含养一路的活动, 形式之一, 其次, 就, 随处体, 认天理, 而言, 这, 实在是类似于, 懂, 食醒茶, 之功夫意, 因此, 灵迹平教, 受为白沙举出的两, 各阶段的论学宗旨, 其实都可归为诸悉, 功夫论的, 尽存动, 查, 说中, 因此, 白沙之说亦无创意, 然无创意并非无, 实意, 笔者亦白沙, 之说是有实意之意, 指的是白沙另有, 自得, 之说, 以及, 白沙的真实力行之, 举, 白沙字, 己的话语中时常强, 调的静坐, 静中仰, 出端倪, 以及随处, 体认天理之说, 实, 是他自己切实笃行, 的实作功夫, 因此, 有实意, 白沙更为, 强调了, 自得, 之, 指, 这就更是有实, 亦之宗旨亦, 然, 自得, 之指亦未成, 以, 诸兮亦有成说, 之亦指, 白沙之说, 自得, 亦未有创, 做之功, 然虽未有, 创作之功却真有实, 见之时, 似白沙之, 说却有实意而非止, 玩弄精魄之事而已, 那么白沙学中真, 有创造一指之说者, 为何, 逼着以为, 即是灵济平教授所, 说的, 以自然为宗, 一事, 然而, 此, 是又应分为二事, 第三, 旧, 以自然, 为宗, 而言, 白沙, 自以静坐位入手工, 夫, 又能随处体认, 天理, 在现实生活, 的试图追求终跌遭, 诗意, 却能坚守胜, 学宗风, 自存公司, 毅力之变, 虽有山, 灵异去之行, 但那, 只是自我疏怀之举, 并非立志本意, 其笃行之志发位在, 相仰视, 教学弟子, 传递圣学位生活, 主周, 从而终能以, 己之所守所悟所得, 发位自然宗旨诸说, 实为修养所得的, 悟后语, 因此, 以自然为宗, 诸说, 即为白沙自守心, 信宗旨之后对于悟, 后境界的陈述, 一, 方面是对于主体在, 功夫实践之自得之, 后的境界状态的成, 术, 另方面即在转, 出对于道体的形状, 的叙述, 的叙述, 这个对于, 道体的形状的叙述, 以及既是主体的静, 介意是道体的性真, 以及是以主体的, 境界定位道体的性, 真, 道体的定位以, 主体和道之后的时, 的境界的状态位意, 这正又是中国者, 学方法论的一大特, 直, 也可以说这是, 一个存有论的哲学, 问题, 对于道体者, 各存有对象的意涵, 的描述之学, 这个, 描述的工作却是就, 这主体在河道的境, 界中的自我状态的, 描述, 已得到境界, 的主体状态位道体, 的意涵, 而这整个, 陈述的宗旨在白沙, 则已, 自然, 标宗, 因此, 已自然, 为宗, 应有两种辙, 学问题在其中, 其, 亦为功夫境界论的, 哲学问题, 其二位, 存有论的哲学问题, 前者说主体一字, 存有论问题的定, 为, 其中, 静做工, 夫本身有独立讨论, 的知识意义, 以下, 将独立一节以为讨, 论, 重点在于要说, 明白杀之于静做工, 夫的强调, 以及静, 做在其整个功夫里, 论及功夫实作中的, 知识意义, 此外, 白沙的尽存功夫, 体认天理功夫, 自, 的功夫, 自然境界, 等式, 实施其功夫, 理论至境界哲学一, 冠的宗旨, 将整个, 并为一节以讨论之, 至于言说道体的, 存有论问题, 则在, 独立一节讨论, 零, 旧白沙学士心学义, 义独立一节在深说, 之, 以下旧白沙之, 言说进行细部理论, 分析, 四, 乘白沙的静做, 学与儒学的关系, 要讨论白沙的静做, 学就是要指出静做, 功夫之与白沙功夫, 修养的实际, 意义, 白沙却识自己捋味, 强调更长时间实行, 静做功夫, 这再如, 学史上虽非空前, 却是白沙的功夫标, 书, 书, 盖摩所不讲, 然为之入处, 笔归, 白沙, 渡门不出, 专求所以用力之方, 既无师有之隐, 为日靠书策寻之, 望昧望时, 如是者, 一类年, 而促未得, 卫, 所谓未得, 未, 无此心与此理未有, 凑搏吻吻吻何处也, 于, 是舍彼之凡, 求无, 之曰, 为在静坐, 久之然后见无此心, 之体映然沉漏, 长, 若有物, 日用兼重, 种应臭, 随无所欲, 如马之欲贤乐也, 体认物理, 积诸, 圣训, 各有头绪来, 力, 如水之有原味, 也, 于是焕然自信, 曰, 做圣之功, 其在自乎, 有学, 于仆者, 折教之净, 做, 盖已无所经历, 粗有时效者告知, 非物为高须以物人, 也, 六, 本文中言于在无, 与必处有所受学却, 为之入处, 比, 这一位, 实是白杀, 自己找不到收射心, 性的操作方法, 诀, 不能是无与必未能, 教其如学功夫毅力, 事实上, 如学字, 论梦学雍义, 及, 北宋五子诸学, 为, 有不言说功夫者, 白杀之, 为之入处, 只是未能找到事, 和他自己在生活中, 具体操作的方法以, 进行功夫修养的义, 思, 后来他自己记, 续碧门苦读数年, 义人, 未得, 词, 依, 未得, 其字, 数位, 无此心与词, 礼位有凑博吻何处, 也, 逼者认为, 并非如学的礼不能, 与君子的心有凑博, 而是白杀自己的, 心尚未能安守于礼, 其实, 知识的学, 习当然会有助于主, 体的修养, 至少能, 将修养的方向目标, 讲清楚, 但是这人, 必须靠主体的切实, 见吕, 而白杀的位, 的, 应是就其日常, 心理状态未能于一, 切坦然而说的, 白杀的吕不中低, 设计的为带不安, 圣学的为行天下, 都是扰攘心神的时, 既, 既不知如何自, 处, 又不能行道就, 国, 情绪奔腾之间, 即便是书中一礼, 清澈, 心中人是黄, 黄不安, 这时候就, 需要静坐的功夫, 放下杂念, 重新减, 是圣公之真谛, 当, 下肯定自己堂堂正, 正做人的价值, 日, 用手边诸事料理妥, 当, 能做什么就做, 什么, 情绪即收舍, 定位, 于是以为圣, 功入手就在静坐, 于是静坐成了白杀, 收敛自己的最佳方, 法, 他在白杀功夫, 修养观念中的意义, 就在提供一个确实, 有效的活动方式, 借由静坐安定心神, 终于让种种意义, 开险并落实, 极能, 是原本所学诸事皆, 有日用落实的办法, 当下肯定而时有, 自得, 白杀因静坐活动而, 将静存涵养功夫落, 实就位, 静坐就是, 静存涵养的活动行, 是, 静存涵养中所, 涵养者就是儒家的, 仁义价值本体, 以, 仁义价值为本体从, 是心理修养就事进, 行儒家的本体功夫, 然此意并非白杀, 的重点, 并非此意, 非真地极不重要, 而是此意事如门共, 亦, 白杀以知病真, 知病以实践之, 重, 点在如何透过日常, 生活的活动让它落, 实在修养意境中, 而静坐就是这个白, 沙特有得力的活动, 方式, 这个活动方, 是正是平日无事时, 的修养活动, 意应, 此即将之认定为是, 尽存涵养的功夫意, 意, 白杀应静坐而有自, 的, 故以此教学, 白杀不能为官而坐, 退隐状, 时事一强, 力的收敛功夫使得, 否则结交权贵, 标榜轻易, 混机关, 场, 同流和屋, 则, 河南之友, 白杀布, 为此, 自然亦得罪, 小人, 又有小人士, 其故作清高, 不欲, 旧事, 以天下不就, 事者皆因白杀而笑, 习之, 七, 这当然是, 小人反复无常忌惮, 君子的傍言, 白杀, 自述, 成欲有位悔仆者, 有曰自立门护者, 事流于禅学者, 圣者则曰望人, 绿, 仁于伟者, 普安感, 欲之强辩, 孤已机, 知尽似者言之, 孔, 子教人, 文行中性, 后知学孔仕者, 则曰, 一味药, 依, 这, 无欲也, 无欲, 则尽须而动之, 然后圣可学而致已, 所谓自立门护者, 非此类于, 佛事, 教人曰静坐, 无意, 曰静坐, 曰心心, 无意曰心心, 吊席, 静于竖席, 定立有, 四禅定, 所谓流于, 禅学者, 非此类于, 仆在经诗, 适当, 应魁养病之初, 前, 此刻公义已病去, 二公皆能省于进退, 这也, 其行止出无, 与于仆, 亦非仆所, 能与也, 不幸其机, 偶遇之同, 出经之, 时幼童, 是以天下, 知则不适者, 折舍, 于仆, 其则取正于, 二公, 而仆自己愁, 得病, 五六年间, 自汉时发, 母是年, 老, 是已不能出门, 而, 凡则仆已不适, 是, 这, 遂不可解, 所, 未望人律人于伪者, 又非此类于, 本文有几个重点, 首先, 白沙言说字, 几身体有病即老母, 需养而不能复事, 时事可说之缘由, 上有不可说之缘由, 则是官场滔滔, 根, 本没有容身的空间, 所以才不如归去, 其次, 白沙说明, 静坐与禅家调习方, 法确实相近, 但是, 人非禅学, 而是如, 学, 故而自己并未, 自立门户级律人入, 为, 其以孔子, 文, 行中性, 为价值标, 得,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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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欲, 以, 尽, 虚动直, 为操作方, 法, 一方面界定了, 自己的价值取向是, 儒家圣门宗旨, 而, 方面提出了儒学的, 功夫方法是含有尽, 存一路的, 而儒者, 一般即笼统的将尽, 做即是为尽存功夫, 的一种活动, 因此, 自己变称绝非入禅, 八, 陈白杀自己其实级, 明确地将尽做活动, 关联着联络传统, 一级尽做即是涵养, 尽存一路的功夫表, 现行事, 其言, 依穿先生美见人, 静坐, 便探其善学, 此一, 静, 自, 自连西先生, 主静, 发源, 后来成门, 诸公帝相传授, 至, 于御章, 言平, 由, 专提词教人, 学者, 亦以此得利, 会翁, 恐人岔入禅去, 故, 少说静, 只说静, 如依穿晚年之训, 此事防为律远之道, 然在学者, 虚字, 良度如何, 若不至, 未禅所有, 人多者, 静, 方有入处, 若, 平身忙着, 此由为, 对阵之药, 九, 静坐与儒家功夫的, 关系笔者以言其境, 是一种外在的活动, 形式上的关系, 白, 杀由此得利, 固然, 是将静坐与儒家修, 养功夫紧紧扣连, 但是事实上自依穿, 即已如此认定, 为, 因恐其类缘而入禅, 顾而珠希以静字, 替代, 主静一极如, 家本体功夫一路, 观念上义连结于主, 静一路, 便被视为, 联系所传心法, 然, 亦即此而非禅门宗宗, 指, 实际上, 静坐, 亦非禅门根本宗旨, 关键不在静坐这, 各种活动形式, 而是, 在静坐时心中所存, 的意理本身, 一般, 是人不解, 屡须便, 惜, 然而即便意理, 宗旨就是在儒家的, 人意理之中, 却人, 有气质差异下的用, 立方法的得立不得, 立的问题, 白沙的, 立于静坐活动这是, 他的契机, 别人则, 未必, 但白沙记得, 立于此而强调此病, 以知教人即成为白, 沙如学功夫下手的, 标志, 又见其言, 未学须从静中坐, 养出各端倪来, 方, 有商良处, 十, 另见小鱼与邻君, 学大鱼, 老壤则无有见到, 顾观书博实, 不, 如静坐, 十一, 又见小鱼与谢缘, 极大鱼, 人心上融流遗物, 不得, 才者遗物, 则又爱, 且如工业, 要做故事美事, 若心心念念旨在宫, 夜上, 此心便不广, 大, 便是有类之心, 是以圣贤之心, 阔然若无, 感而厚, 硬, 不感则不硬, 又不特圣贤如此, 人心本体皆一般, 只要养之以静, 便, 自开大, 十二, 以上三文皆是白沙, 严静坐静养未入手, 功夫之说, 并即是, 儒门圣贤之本体功, 夫之路, 并即是坐, 用在心上的功夫之, 路, 总之, 静坐之, 是静存一路的活动, 行事, 就此活动行, 事的外观而言本就, 类同于道佛两交的, 打坐禅定功夫, 至, 深白沙静坐学的种, 种物解语攻击, 白, 沙之便, 未见入理, 比这以上的陈述, 应可为其静坐功, 夫更为澄清之, 从, 静坐活动入手, 如, 门圣贤所传之心性, 便收管住了, 收管, 住了之后, 一理通, 彻而通于种种功夫, 即种种处世情境, 白沙从而得以发展, 其静存自得体认天, 礼遇以自然为宗的, 功夫境界观点, 五, 成白沙静存自, 得以自然为宗的功夫方法, 白沙的功夫方法自, 是相连一贯的, 以, 下级江陵纪平教授, 所强调的静存集体, 任即自然三路管归, 一处已说之, 首先, 白沙弟子张东索, 说其诗, 壮从江又无聘君, 康摘游, 激励奋起, 之功多矣, 为之有, 得也, 即归, 渡门, 独扫仪式, 日静坐, 其中, 虽家仍罕见, 其面, 如是者数年, 为之有得也, 于, 视讯扫素席, 或好, 歌长林, 或孤孝绝, 到, 或弄挺头肝鱼, 西亚海区, 望行海, 捐耳目, 去心智, 酒之然后有得焉, 于是自幸自乐, 其为道也, 主敬而, 见大, 盖连落之学, 也, 由私致力, 迟, 迟至二十余年之久, 乃大物广大高明, 不离乎日用, 依, 真万事, 本自原成, 不假人力, 其为, 道也, 无动静, 内, 外, 大小, 精粗, 盖孔子之学也, 连, 落之学, 飞与孔子, 一也, 十三, 从其弟子的描述中, 白沙悟道的契机, 在于自然山林的经, 立, 这个经历的义, 义重点, 在于义嫂, 世俗的纠葛, 充分, 建立自信, 对于圣, 门中本来熟悉的道, 理完全能由自己胸, 中原原流出, 骨儿, 不离日用, 本自原成, 实际, 上这个山林的经历, 只是契机, 并非非, 要山林经历不可, 只是白沙自经考场, 及官场之师义, 种, 新建立圣门新传的, 信心时需要更多一, 分的自信自主性, 这就是要再好鸽头, 肝中才能取回这份, 清醒的自信, 然而, 这只是白沙个人的, 历程, 并非所有儒, 这皆需为此, 此一, 提到物理的结果, 就白沙弟子而言, 从师善学义当得之, 其次, 就确实建立, 了自主性信心之后, 的白沙而言, 首先, 这一路路是主境, 一路, 主境指的是, 自处于山林觉世之, 中而不设世世之义, 不设世世而为之, 静, 其次, 白沙及, 以这及事贴入孔门, 之圣学, 当然, 孔, 门之学仍可有其他, 入路, 但是接近山, 零, 隔绝世俗, 而, 独立自信之主境一, 路易人是孔门之学, 所以孔门之学之, 决定性条件关键步, 在入路, 而是在驾, 直一世的心法理, 第三, 悟后的境界, 就是主体性全然字, 觉得境界, 因此无, 分式悟大小经粗内, 外动静, 主体自信, 中阶之所应对, 同, 十, 无论天下家国, 或个人数悟, 一阶, 是通达圣宫的事业, 项目, 就此物后尽, 戒而言, 白沙则有, 更多的话语论述, 而实施的关键, 即, 在求一路守善法义, 及时做时的的落实, 时的之后从心所, 欲, 顾而为之自然, 自然者自心中流, 初步假造作而为自, 然, 以下在分析术, 文以明白沙公夫入, 路, 路的十亿, 小于腹章东白, 大于, 夫学有油积累, 而, 智者, 有不油积累, 而智者, 有可以言, 传者, 有不可以言, 传者, 夫道智无儿, 动, 智静而神, 故, 藏而后发, 行而思, 存, 大地有积累而, 智者, 可以言传也, 不由积累而智者, 不可以言传也, 智者能智智无余智, 静, 则无动而非神, 藏而后发, 明其, 机义, 行而思存, 道在我义, 事故善, 求道者求之义, 补, 善求道者求之难, 义礼之荣业, 为义, 严业, 操存之洒落, 为义严业, 浮动, 以行者也, 行思, 施以, 其位行者, 虚而以, 虚其本也, 智虚之所以立本, 也, 借慎恐惧, 所, 以贤之, 而非以为, 害也, 然而是之学, 这不得其说, 而已, 用心施之者多矣, 私利也, 送如言之, 被矣, 无常恶其态, 无常恶其态, 言也, 使者于见闻, 这不读其真, 而图, 与我消消也, 事故, 道也者, 自我得知, 自我言之可也, 不然, 词越多而道, 越智, 土以乱人也, 君子息取焉, 十四, 本文重点有三, 其依未以虚未本, 虚其本也, 即, 为主静一路的功夫, 意志, 言虚即言虚, 去世俗功利之心, 即以尽存涵养本心, 的功夫主旨, 第二, 各重点未切实见率, 而后, 自得, 自, 得须切实见率之后, 方能得知者, 得知, 之后, 于一里愚动, 竟于行不行之际皆, 心中明彻, 第三, 一切功夫十字积累, 而智, 因此有入手, 方法而可言传, 智, 其以得之后, 则非, 实的者不能争知, 故不可言传, 逼者, 认为, 此刻传不可, 传之别, 实际上级, 试谈功夫入手者可, 以言传, 谈识的境, 借者不可言传, 后, 这应其如道之运行, 行云流水所在皆, 是, 行步行动不动, 皆不可矿线, 故不, 可传, 但事功夫入, 守者即皆可传, 即, 白沙吕叫人静作依, 是即此传也, 白沙言说静存一路, 功夫方法之观念上, 有多文, 续建, 文章, 工业, 气, 结, 果皆自无涵养, 终来, 三者皆实学, 也, 为大本不立, 图以三者自明, 所, 物者小, 所丧者大, 虽有文于事, 义, 其才知过人而, 其, 智不足称也, 学者, 能辨乎此, 使心长, 在内, 道见李明后, 自然成就的大, 十五, 文章, 工业, 气, 结, 皆如者之时事, 既是日用长行也, 是学者的目标, 白, 杀以涵养功夫来追, 求, 一己以涵养味, 时事背后的功夫, 此意见其已尽存味, 入路的基本格式, 至其言为大本者, 时事此心尊主在如, 家驾之一事中之事, 这, 其为何, 白杀, 为名言, 亦无须多, 言, 其实就是, 为, 学莫先于为己为人, 之便, 此事举足地, 一部, 十六, 这, 个人己之便当然就, 是毅力公司之便, 白杀系统就是如学, 系统, 因此必及是, 如门人亦理之之价, 直义是, 此事本体, 论哲学基本问题所, 讨论的一题, 白杀, 非此一路数之哲学, 创作系统, 此一集, 以预设而以存, 白杀的路数是功夫论, 即境界论, 以及以, 主体境界说道体的, 存有论, 又见, 善学者, 主于境, 以观动之所本, 查, 于用以观体之所存, 十七, 此说意味境界功夫, 善学者及学已有, 成者, 既已有成则, 动静皆以, 主静观, 动, 查用观体, 则, 动静体用皆纯熟字, 然清澈明朗, 其时, 一集是日用长行街, 一一于道, 以上已, 静存未入路式功夫, 论重点之一, 另一, 重点即是要识的, 参见, 小鱼与赫克攻打鱼, 人要学圣贤, 必, 静要去学他, 若道, 只是各西目之心, 却恐莫稍微一凑薄, 促至废迟, 若道, 不西目圣贤, 我还, 肯如此学否, 思量, 到此, 见得各不容, 以处, 虽使骨无甚, 贤位之一归, 我亦, 诸不得, 如此方式, 自得之学, 十八, 本文之重点集, 是白沙强调圣学是, 要切实实践之学, 毕竟要去学他, 学道入骨十分之, 后, 自己就是圣者, 气象, 自己就是点, 泛, 即若骨来未有, 圣贤, 自己一知圣, 贤是公应当为何, 而有一步容己之躯, 动力而易执行而去, 这就是实德之义, 实德即的随处体, 认, 参见, 日用间随处体认, 天理, 这此一边, 何患不到古人家处, 也, 随处体认天理一珠, 西净存洞察之架构, 而言可以是净存意, 可以是洞察, 应以, 无分于动静以, 此, 方式, 随处, 至, 于体认天理自是以, 仁义理之未定准而, 应是知义之体认, 此即是如门本体功, 夫之本义, 天理之, 价值亦涵自仁是如, 门之价值亦涵, 白, 沙并非本体论思路, 的哲学构作者, 但, 是本体论意理架构, 自是其论理之依据, 即预设, 白沙所传之学, 更, 有如学创作意者, 即在此时的之后之, 雾后境界的行云流, 水之述说, 此即其, 以自然为宗之说相, 这参见, 小鱼与战明则大鱼, 成是静坐, 颇见, 意思, 然不欲多作, 孔其至也, 人与, 天地同体, 四十亿, 行, 百物以身, 若, 智在一处, 安能为, 造化之主耶, 古之, 善学者, 常令此心, 再无物处, 便运用, 的转而, 学者已自, 然为宗, 不可不着, 义立会, 十九, 本文集白沙明言以, 自然为宗之说者, 以自然为宗本应是, 物后境界, 白沙本, 文中以之为功夫, 亦可称之为境界功, 夫, 即是指以天地, 自然之意境以为心, 法对应之行事, 故, 不治, 并, 常, 令此心再无物处, 再无物处即是在, 无私欲处即是不, 至于世俗功利之事, 上, 这即是物后境, 借展现的做法, 白, 杀自己已有识的, 故得以境界功夫行, 誓言说以及教学, 这也是成好的境界, 功夫路数, 二十, 自, 然为宗之说令见, 自然之乐, 乃真, 乐也, 宇宙间富有, 何事, 二十一, 能够在物后处事, 即从心所欲不于举, 知境界, 即胸中无, 忧虑会暗知境界, 故及的常乐知境界, 故无论何事皆不, 幽绕, 幽绕, 辩未知, 与, 咒间富有何事, 又见, 夫道无动静也, 得知者动意定, 静, 意定, 无将淫, 无, 内外, 既欲静, 即, 非静矣, 故当随动, 静矣施其功也, 二十二, 此即是成好形, 太的境界功夫, 意, 是以自然为宗而自, 的之后的物后境界, 知展现知述说形式, 道知, 无动静, 知意是无分于动静, 状态皆是宗旨不变, 是主体得道之后, 知境界之对应俗事, 知或动或境皆应对, 自得知境界, 故而, 动意定静意定, 无, 将淫无内外, 主体, 四应日用诸事皆依, 以道为宗主而不失, 其则, 此说意见白, 杀物后境界自然自, 的的言说风格, 在, 见下文, 小鱼赠彭慧安, 别言大鱼, 望我而我大, 不, 求圣物而物莫能挠, 孟子云, 我善, 养无浩然之气, 山林潮世一也, 死, 身长便一也, 富贵, 凭贱, 以敌患难一, 也, 而无以动其心, 是明曰自得, 自, 得者, 不类于外物, 不类于耳目, 不, 类于造次颠沛, 游, 游, 非于悦, 其机在我, 知此者为之善学, 不知此者, 虽学, 无一也, 二十三, 本文言孟子之, 浩然之气, 白沙泽, 从境界功夫上说之, 即自得之后之操, 做展现方式说之, 此一方式即, 山林, 潮世, 死身长便, 富贵平贱, 以敌患, 难以也, 知意尽, 此意即是无分于任, 何场何情是, 主体, 价值意是皆能真定, 不宜, 而未, 无以, 动其心, 即是不, 会改动其以仁义力, 知处事的价值心态, 这就是主体功夫, 以至纯熟的境界之, 后的, 自得, 知识, 即, 自得, 即, 不累, 即, 其机, 在我, 白沙为此, 为善学, 实际上一, 各善学的境界即是, 白沙锻炼多年而时, 的之后的境界, 并, 非仅仅知词境界功, 夫者即的实践有成, 的, 然若不知此者, 亦当勉强为之, 白沙为之, 不知此, 这, 虽学无益, 实亦非无益, 指, 是非有得孝之时之, 亦, 勉力为之积累, 不错仁是终久有益, 的, 有益而时得之, 后则是日用常行时, 时未知时时得益了, 自然宗主之说在, 见下文, 小鱼提采方圆寄后大鱼, 天下位有不本于, 自然而图以其滞收, 显明于当年, 金光, 舍来逝者也, 亦, 曰, 天地变化, 草木翻, 时也, 随时处兴, 于道, 翱翔, 故无如是也, 二十四, 白沙本文义是, 只指自然为宗之指, 然为其, 不本字, 然即为能收显, 之, 说这时非为功夫入, 守之意, 而是境界, 展现之地, 是主体, 切时时见以时有所, 的之后之能自然不, 至部类之后之事, 是指修养功夫未至, 此一境界者图已有, 所作为自夸自吹之, 图皆不能真达, 收, 显明于当年, 精光, 射来世, 的境界, 其或有一时迷惑众, 人, 终久必人自败, 此自败亦非其非, 有为善之意, 指示, 旧时的境界而说其, 境界为达而以, 因, 此白沙的功夫理论, 的特点意确实可以, 定位其为境界功夫, 知一路, 即由尽存, 入手而达自得境界, 而以自然不智慧宗, 的境界展现的功夫, 六, 成白沙新学成, 意, 本节旨在说明作为, 新学的白沙学的新, 学艺为何, 传统上, 以孟子, 象山, 阳, 明为新学大宗, 白, 沙学不定位则矣, 若为其定位则矣, 以之为新学一大宗, 实际上, 新学, 概念是需要定义的, 以哲学体系为新, 学通常指的是主要, 以心概念论说主要, 哲学问题的, 但是, 问题很多, 一一一, 辨析, 首先, 心概, 念是主体之主宰, 可以由之言说本体, 功夫, 亦可由之言, 说本体价值, 亦可, 由之言说主体的存, 有论架构, 诸希集, 以, 心统性情, 说, 主体的存有架构而, 亦大谈特谈此心, 却被断为其心指示, 理, 或其心指示器, 前者为目宗三先, 身实践的, 后者为, 劳斯光先生实践的, 至于义心为谈本, 体的系统即是义心, 之价值意是为人意, 理, 智之价值本体, 其实是谈的性了, 是心之性, 是性的, 价值意义的本体论, 问题的谈法, 周章, 武风即山即此, 者, 一路被目宗三先生, 下连路亡一路而为, 一系中世, 劳斯光, 先生则以之为行上, 学一路而人非恐梦, 本意, 还有一路就, 是谈心之实践主宰, 自觉之意者, 这就, 是孟子路亡之被称, 为心学一路的宗旨, 由此可见, 实际上, 一个新概念本就可, 以背致放在不同的, 哲学基本问题中被, 讨论者而不同的, 哲学体系则可能指, 是主要讨论新概念, 的其中一种哲学问, 提, 例如路亡主要, 谈本体功夫者, 零, 亦可以是同时谈本, 体以及本体功夫的, 如木宗三先生定, 为的虎武风学以及, 流济山学系统者, 还可以是并合注存, 有论问题亦是讨论, 新概念与其他概念, 的关系的存有论问, 提着, 如朱熹之所, 为, 但是朱熹却有, 不只是谈新概念的, 关系及定义, 朱熹, 也谈论了本体功夫, 的心学, 朱熹也谈, 论了性善价值定位, 的本体论哲学, 所, 以以心学为一个学, 统的定义是不清楚, 的, 它既不是本体, 论中的一个可以变, 西的学统形态, 也, 不是功夫论中可以, 辨析的一个学统形, 太, 所以其实是一, 个很不好用的哲学, 概念范畴, 若不能, 降之归类于哲学机, 本问题中则各家, 都是心学也就都难, 变齐学了, 本节讨论白沙心学, 就要指出, 就要指出, 以心学, 为功夫论哲学的义, 思的话, 白沙当然, 是功夫论哲学位特, 出形态的儒学系统, 因此, 因此白沙学是心, 学, 但是在儒学功, 夫理论建构的种种, 系统中其实还是有, 义理形态的可以更, 为区别的重点的, 例如成昊的境界功, 夫知学以及陆王的, 本体功夫知学之别, 至于以心学位本, 体论, 未存有论的, 讨论时, 则白沙学, 即非此一问题亦是, 知入路者, 然而比, 这虽然定位白沙学, 是境界功夫的心学, 形态, 这却并非指, 为白沙学不是本体, 功夫的形态或不是, 本体功夫的意志者, 指白沙心学未尽, 借功夫是旧其特色, 未言, 说未特色即, 是他如所说不即白, 沙所说未多而未特, 色的, 是时尚白沙, 心学人是充满了本, 体功夫的论说格式, 的, 指示本体功夫, 的心学宗指他如言, 知圣早且确切已明, 境界功夫指的是以, 主体实际笃形有成, 以达一定圣贤境界, 后的功夫展现方式, 言说的进入, 本体, 功夫指的是要求主, 体义仁义理智的架, 执义是以为心形的, 主宰的言说进入, 此二进入以本体功, 夫教为一般如者熟, 西, 境界功夫则为, 成好特色, 而白沙, 则既成之而创作有, 成, 因此隐畏特色, 而标志其学, 实际, 尚如学系统皆是会, 谈功夫论的系统, 如果谈功夫论就是, 心学, 则如学系统, 中没有谁的系统不, 是心学, 谈功夫论, 最主要直截的就是, 本体功夫, 就是要, 求贯彻价值, 纯粹, 意志的功夫心法, 也没有哪一个如学, 系统会背离此一门, 静, 只是有些系统, 谈了别的问题而已, 此外, 谈功夫就, 一定是心上做的功, 夫, 不论谈话中事, 否使用了新概念, 涵养, 查实, 主境, 圣读, 诚意种种, 揭示心法功夫, 前, 杰说明白杀以尽存, 入路及以境界展现, 为功夫特征的种种, 诸说揭示功夫理论, 也揭示心学, 以及, 白杀之心学在前节, 已经明说了, 因为, 心学就是功夫哲学, 只是前节说的事, 白杀功夫哲学的特, 书风格, 即是以境, 存自得自然为宗的, 境界功夫, 虽不多, 见心概念自然, 却, 皆以示心学, 本节以下将酒白杀, 学思中主要以心概, 念陈述的若干功夫, 论观念尔未讨讨论白, 杀心学的材料, 讨, 论的宗旨并不适宜, 此处的材料才是白, 杀的心学材料, 而, 是就一般论说心学, 的材料再度介绍白, 杀功夫理论的若干, 重点, 这其中辩主, 要是白杀的本体功夫的论说, 白杀已有本体功夫的言说, 而为学界传统目之, 为心学, 其实这是孟子向山扬名的贡, 亦, 而这是时尚也, 是周章二臣诸悉的, 共义, 其实并没有, 心义, 但是任何义, 未准确的如者都是, 能够通过此义的, 白杀义当然如此, 只是笔者要强调, 此一本体功夫一致, 下的白杀心学并非, 白杀学最有特色的, 重点, 而浅洁自然, 宗旨的境界功夫才, 是白杀心学真有特色的重点, 以下影, 文说之, 小鱼与谢缘吉大鱼, 人心上荣流遗物, 不得, 才者遗物, 则有爱, 且如工业, 要做故事美事, 若心心念念旨在工, 业上, 此心便不广, 大, 便是有类之心, 是以甚贤之心, 阔然若无, 感而厚, 硬, 不敢则不硬, 又不特甚贤如此, 人心本体皆一般, 只要养之以静, 便, 自开大, 二十五, 本文集是以心说工, 夫境界的白杀话语, 系统, 文中有两个, 重点, 其一为不类, 其二为养静, 不, 类是境界功夫, 人心上荣流遗物不, 的, 便是以达思律, 意志纯粹清静的静, 戒, 此时无论进行, 任何事工皆已不在, 胸中存有事工的鸡, 情感, 白杀主张药, 达到这样的境界才, 是真甚贤, 至于养, 知以静则是功夫方, 是, 实际上也就是, 逐步化消极情的做, 法是心静而理明而, 终至心上衣物不留, 的境地, 当然这样, 的功夫方式必须遇, 设本体论基础, 义, 即, 不特圣贤如此, 人心本体皆一般, 当然, 白杀, 在此即是直接认定, 直接使用, 本体论, 不是他的论学主轴, 但是他的功夫论, 当然也必须依据如, 加价值本位的本体, 论, 以本体为心法, 其项的功夫即是本, 体功夫, 养进说病, 没有明确说出价值, 意识的本体宗旨, 但是依然预设了这, 各宗旨, 右键, 学无难义, 在人, 自觉耳, 才觉退, 便是静也, 才觉病, 便自要也, 二十六, 觉是主体在觉一级, 是心在觉一级是心, 学, 做功夫必是做, 在主体, 主体必主, 载之自觉之, 一主, 载一自觉即是在静, 行中即是学者真, 入门的状态, 此意, 潜如多以言之, 白, 杀领会议正准确入, 礼, 此意即是心学, 得自觉意, 即是做, 功夫即需实行之之, 一, 再见, 小于无后论大于, 君子一心, 足以, 开万事, 小人百货, 足以上邦家, 和, 者, 心存与不存也, 夫此心存则依, 亦则成, 不存则或, 或则为, 所以开, 万事, 丧邦家者不, 再多, 成为之间而, 足以, 夫天地之大, 万物之父, 何以, 为之也, 亦成所为, 也, 盖有此臣私有, 此物, 则有此物必, 有此臣, 臣在人和, 所, 具于一心而, 心之所有者此臣, 而为天地者此臣也, 天地之大, 此臣, 且可谓, 而君子存, 知, 则贺万事之部, 足开哉, 作勇之人, 即或而丧其臣已, 夫即无其臣, 而何, 亦有厚耶, 二十七, 本文即是标准, 的心学宗旨之文, 但细分之, 其十亿, 是几个不同的哲学, 基本问题下的心学, 宗旨, 其一为提起, 心体作为主宰的功, 夫论, 其二为人心, 与天地皆为以成善, 及人义礼之为本体, 的本体论, 首先, 君子开万事而小人, 丧家帮之别即在君, 自存心而以之说, 即是要求要做君子, 就要实地践行此主, 体心以为主宰的功, 夫论观念, 其次, 心存则依, 义则, 成, 则是预设了, 人心的主宰意识内, 含集是以成为本, 成义集是本体论的, 价值意识本身, 同, 时负担了推动天地, 万事万物运行的动, 立因角色, 及其言, 夫天地之大, 万物之父, 何以为, 之也, 亦成所为也, 盖有此成思有此, 物, 则有此物必有, 此成, 之说者, 我们可以说, 成病, 不是处在天地万物, 之外的另一超越性, 存在而推动万物运, 做, 而是天地万物, 的运作是在于一个, 成的目的意志下的, 运作, 天地以此成, 为运作目的, 人心, 亦以此成为运作目, 的, 因此人心一致, 觉知主宰知己与天, 的兼万事万物有依, 根本价值上的贯通, 而能成就一切事业, 这就是本体论者, 学在处理的问题, 所以本文意以心上, 必须下功夫为功夫, 论意志, 二以人心, 与天地万物同其一, 成之本体而为本体, 论之意志, 再见, 天下事物, 杂然, 虔诚, 是之非我所, 自出, 物之非我所, 素有, 促然举而加, 诸我, 不屑者是之, 出若与我不相舍, 则燕宝之心身矣, 然是必有所不能, 以, 物必有所不能, 无, 来于无前矣, 得未与我不相舍矣, 君子一心, 万里, 玩具, 事物虽多, 莫非在我, 此生矣, 道, 精神俱随, 得, 无得而得之而, 失, 无得而失之而, 燕, 薄之心狐自而生灾, 若曰物无知其为, 物而, 事无知其为, 事而, 免焉举无知, 生以从之, 出若语, 我不相舍, 彼之一, 家, 为之不仁, 二十八, 本文义是心学, 宗旨之文字, 白沙, 对于传统上, 诸是, 宣免成是经欲, 之, 说认为不透彻, 真, 正透彻时, 不论宣, 免疫或经欲得失皆, 不重要, 当其所需, 皆需提起, 当其为, 爱皆需舍弃, 这事, 因为天下万事万物, 都是与我一心相关, 相通者, 若他仁他, 事需要用到我, 则, 不论造成宣免经欲, 圣或领与建土, 皆, 需感通而住之, 否, 则即是, 彼之一家, 为之不仁, 这, 就是依据了人与天, 的万物一体的存有, 论观念, 此外, 本, 文中一言及心能知, 一切是理, 君子, 一心, 万里玩具, 事物虽多, 莫非在, 我, 这是说, 人, 心事可以理解一切, 事物的, 天下事物, 的根本不过是一个, 成善或仁义理智的, 这是整个如学系, 统的价值本体的中, 即立场, 人在世间, 生存, 对于周遭任, 和事物的应然实然, 都是可以因掌握, 根本而有所通达了, 解的, 既能了解, 则任何事皆能处理, 了, 任何情境皆能, 接受了, 则将没有, 高视或比视的心态, 了, 再参见, 小于道学传序大于, 学者不但求知书, 而求知无心, 查, 于动静有无知机, 智养其在我者, 而, 物以文件乱知, 去, 耳目之离之用, 全, 虚缘不测之神, 一, 开卷竟得知已, 非, 得知书也, 得自我, 这也, 二十九, 本文是要求做本体, 功夫的功夫论宗旨, 做功夫并非不必, 求诸书本, 而是求, 诸书本是座位之事, 追寻, 但是实际时, 建材是功夫的完成, 而功夫即是心上, 在座位的, 因此需, 直接求诸书无心, 求, 诸自己, 故而本文, 即是要求做本体功, 夫的命题, 七, 陈白沙从主体, 境界言说道体的存, 有论创造, 白沙讲境界功夫, 于是对境界多索体, 悟于是在境界上, 说主体功夫是一路, 的发展, 另一路级, 是在境界上说道体, 的存有论特征, 道, 体的存有论特征是, 道体自身作为一个, 被分析的对象时, 对于它在存在上的, 特殊形状的说明, 然而道体不能得见, 确实有作用, 主, 体应自己的境界达, 智的与道位一而转, 为对道体的有言说, 其实是以主体字, 挤的在得道境界的, 状态而说道体的状, 太, 这是道体的存, 有论特征的说明的, 方法论背景, 此意, 硬是三教共通的, 白沙在此意上的言, 说却有其哲学创造, 的地位, 以下分析, 其说, 小鱼与灵机兮大鱼, 终日干干, 只是, 收拾此心而已, 此, 礼干涉至大, 无内, 外, 无忠实, 无依, 处不到, 无一席步, 运, 会此则天地我, 立, 万化我出, 而, 宇宙在我已, 得此, 把柄, 入手更有何, 是, 网顾来经, 四, 方上下, 都一起穿, 扭, 一起收拾, 随, 十随处, 无不适者, 各冲色, 瑟瑟性他, 本来, 何用而脚牢, 手让, 五余三三两, 两, 正在勿忘勿注, 之间, 层点歇而活, 即, 被孟子打病出, 来, 便都是冤飞鱼, 月, 若无孟子功夫, 咒而语之已层点, 见去, 疑似说梦, 会得, 虽摇顺事也, 只如一点浮云过, 目, 安事推呼, 词, 礼包罗上下, 贯彻, 忠实, 滚坐一片, 都无分别, 无进藏, 故也, 自资以往, 更有分输出和药理, 会, 毫分履稀, 亿, 礼尽无穷, 功夫尽, 无穷, 书中所云, 乃七统体该阔耳, 夫已摸索这之心形, 于天下, 亦焰网而, 不得哉, 三十, 本文中有三段文字, 即是针对道体存有, 特征的言说, 此, 礼干涉至大, 无内, 外, 无忠实, 无依, 处不到, 无一席步, 运, 往古来, 经, 四方上下, 都, 一起穿扭, 一起收, 十, 随时随处, 无, 不是这个充色, 此理包罗上下, 贯彻中使, 滚坐, 一片, 都无分别, 无尽藏故也, 意见的重点就是道, 体是变在一切时, 一切是, 一切处的, 其中以理说者, 理及此道体之原理, 一知转喻, 人是说, 得道体, 既然道体, 便在如此且是事物, 本然, 于是曾点变, 以物于自然表现之, 然此事得到境界, 后的展现, 一般人, 未曾识下功夫者起, 可领会天人和一境, 借下的作为, 故曰, 若无孟子功夫, 咒而语之已曾点见, 去, 疑似说梦, 梦子即是如学本, 体功夫倡议最透彻, 的功夫论大家, 时, 做本体功夫必可达, 智得道境界, 则可, 领会曾点意境, 曾, 点意境即是物后功, 夫即是境界功夫, 即是物到后的境, 界展现的行为模式, 梦子才是说功夫, 其向的本体功夫论, 系统, 所以境界功, 夫当然就是预设了, 本体功夫的时做完, 成之后的展现形式, 记忆时做完成, 胸中剔透, 无意豪, 思意者于其间, 急, 是, 以摸索者之心, 行于天下一焰网, 而不得哉, 此, 说并非即是金刚, 经, 脉络的禅门功, 夫, 如者已摸索者, 知心应事时的心中, 所主人在成善仁义, 理知的儒家价值系, 统中, 而非佛家的, 般若无执行性中, 百杀的道体存有论, 论特真之说令见下, 闻, 天道智无心, 比, 其者于两间者, 千, 怪万状, 不复有可, 即, 智巧已, 然皆, 意缘之所为, 圣道, 智无意, 比其行于, 工业者, 神妙莫测, 不复有可家, 意, 智巧已, 然皆一心, 所致, 三十一, 本文更为明显地是, 以圣境说道体, 说, 道体存有论特真的, 智无心及智巧之意, 此意时转自圣工, 境界之意而来, 而, 圣工境界则是实作, 功夫有智而得者, 顾约, 皆一心所, 智, 道体的作用即是时, 天地万物各正性命, 各自定位, 定位, 之后如果君子修养, 一达圣境则自能善, 体贴此, 下文即言, 此意, 小于与何时举大于, 宇宙内更有何事, 天自信天, 的自, 信的, 无自信无, 自动自尽, 自合自, 辟, 自疏自卷, 甲, 不问以公, 以不代, 甲刺, 牛自为牛, 马自为马, 敢于此, 应于彼, 发乎耳, 见乎远, 故得知, 这天地与顺, 日月, 与明, 鬼神与福, 万明与臣, 百事与, 明, 而无一物兼于, 其间, 乌乎大灾, 前辈云, 朱世轩, 免, 臣是金玉, 此盖略言之, 以逢, 是学者而, 人真一, 各觉, 才觉变我大, 而物小, 物净而我, 物净, 夫无净者, 为辰六合, 顺喜迁, 古, 生不知爱, 死, 不知恶, 上西辖诸, 宣勉而成金玉耶, 三十二, 本文言天地牛马皆, 自存自得即一指皆, 自有其存在定位, 此即道体作用的时, 孝, 其始天地日月, 鬼神万名皆成其字, 己自然, 主体若能, 即体此字成自然之, 静, 则于宣勉金玉, 皆仪式平等, 本文, 即说道体作用一说, 主体体贴道体之后, 的意境, 八, 小节, 以上本文对成白, 沙学斯进行的哲学, 形态的界定及基本, 一理的介绍, 文中, 使用的分析架构是, 笔着一直倡议的机, 本哲学问题分析架, 够, 关注焦点旨在, 白沙如学的哲学剑, 够分析, 本文对于, 白沙学斯的讨论制, 此, 虽尚有更违惧, 体的白沙言说提供, 夫操作体悟的若干, 话语上值得介绍, 时间有限暂止于此, 以本文为参加, 东, 亚境市世界观的发, 展, 展, 国际研讨会儿, 做, 国立台湾大学, 东亚文明研究中心, 主办, 2005年8月, 5、6日, 2、 杜宝瑞, 台大哲, 学系副教授, 曾任, 华泛大学哲学系副, 教授, 1996 underscore 2005, 3、 名儒学案, 卷, 5、 小于白沙学案上, 大于, 4、 刘宗周全书, 小于诗说大于, 5、 名学探为, 0, 即凭着, 台湾商务, 印书馆发行, 1994年12月, 出版, 页四十四, 六, 名儒学案, 卷, 5、 小于白沙学案上大于, 7、 白沙弟子张东索, 言, 白沙在太学, 先生闻其为极端, 莫知指, 笃信不疑, 从而禀学, 碎淡, 于富贵, 顾天下义, 白沙绿人于尾, 千, 连而不适, 则已先, 身为正, 名儒, 学案, 卷六, 小于白, 沙学案下大于小于给事, 赫一驴先生轻大于, 八, 关于白沙便禅之, 说亦可参见下文, 禅家雨, 初看亦, 圣可喜, 然时自隆, 梦动, 与吾如似同, 而亦, 毫离间辩分, 消让, 此古人所以, 贵则之今也, 如此, 此所见大体处寥寥, 如此, 闻者安能不, 未知动, 但起脚依, 差, 立到前面, 无, 归宿, 无准的, 便, 日用间种种个别, 不可不堪破也, 名儒学案, 卷五, 小于白沙学案上大于, 文中对于究竟同意, 知便为何, 并未说, 名, 显然白沙学历, 重点不在世界观变, 西问题上, 九, 名如学案, 卷, 五小于白沙学案上大于, 十, 名如学案, 卷五小于白沙学案上, 大于, 十一, 名如学案, 卷五小于白沙学案上, 大于, 十二, 名如学案, 卷五小于白沙学案上, 大于, 十三, 名如学案, 卷五小于白沙学案上, 卷五小于白沙学案上大于, 十五, 名如学案, 卷五小于白沙学案上, 大于, 十六, 名如学案, 卷五小于白沙学案上, 大于, 十七, 名如学案, 卷五小于白沙学案上, 大于, 十八, 名如学案, 卷五小于白沙学案上, 大于, 十九, 名如学案, 卷五小于白沙学案上, 大于, 二十, 以成号为境界, 功夫的如学形态之, 说, 参见桌柱, 北, 宋如学, 杜宝瑞,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5年4月出版, 二十一, 名如学案, 卷五小于白沙学案上, 大于, 二十二, 名如学案, 卷五小于白沙学案上, 大于, 二十三, 名如学案, 卷五小于白沙学案上, 大于, 二十四, 名如学案, 卷五小于白沙学案上, 大于, 二十五, 名如学案, 卷五小于白沙学案上, 大于, 二十六, 名如学案, 卷五小于白沙学案上, 大于, 二十七, 名如学案, 卷五小于白沙学案上, 大于, 二十八, 名如学案, 卷五小于白沙学案上, 大于, 二十九, 名如学案, 卷五小于白沙学案上, 大于, 三十, 名如学案, 卷五小于白沙学案上, 大于, 三十一, 本文转引字, 呈现张平传, 黄明, 痛哲, 南京大学出, 版社出版, 2001年, 十二月第二刷, 夜一, 一二, 三十二, 名如学案, 卷五小于白沙学案上, 大于, 三千两百六, 一四四, 九五三二, OK九Text斜线HTML 29, Friday, 二十六, November2010, 五点五十分三十秒, GMT28, 二零三, 三二四转二三六三九, 四百九十五, 一一一四, 一一四CCB7580, 零三, 海辞六, 一四四九五三, 台大哲学, 细,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杜宝, 锐资料, 教学课, 辰,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 资源, 路向山的教育思想, 首页, 向上, 孔子的境界哲学, 孟子的功夫哲学, 荀子的性论与天论, 中庸哲学体系探究, 朱伯坤一学哲学, 史方法论检讨, 一传中的基本哲学, 问题, 周易经传, 的哲学知识学探究, 懂众书与咒论进路, 的如学建构, 懂众书政治哲学语语, 咒论进路的如学建, 够周连西境界, 哲学进路的哲学体, 细探究, 张衡渠, 思想中的如道佛存, 有论之差异, 张, 在哲学体系的基本, 哲学问题诠释进路, 少庸如学建构的义, 李探究, 成浩敬, 借哲学进路的如学, 建构, 成仪形上, 学功夫论语义学进, 路的如学建构, 朱熹哲学的研究进, 路, 朱熹功夫理, 论, 朱熹谈本体, 功夫的项目与意涵, 朱熹本体功夫进路, 的为学方法与修养, 活动, 朱熹形上, 思想, 朱熹形上, 思想的创造意义与, 当代真意的解消, The metaphysics, of 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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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言一意, 中朱熹, 与胡鸿一礼真辨之, 解析, 胡鸿心性, 哲学, 胡鸿如学, 相关论指, 对胡, 武风哲学的当代权, 试之反省, 论胡, 红从成人心性到悟, 说的如学建构, 朱熹里一封书说之, 讨论, 从朱熹归, 神官谈三教辩证问, 提的如学理论建构, 朱熹哲学思想书评, 经春风哲, 朱子, 哲学思想的发展与, 完成书评留树仙者, 变态极图说书, 中朱熹语录向山逸, 理真辨之解析, 夜水心事工进入的, 如学建构批判, 心统性情与心机理, 的哲学问题分析, 路向山功福论进入, 的如学建构, 路, 向山的教育思想, 朱禄俄胡知会的轮, 李毅涵, 陈白沙, 境界功夫进入的, 如, 学建构, 王阳明, 功夫哲学进入的哲, 学体系探究, 论, 王阳明的知行关系, 王阳明的三教辩证, 与教学风格, 陈, 来有无知境书评, 罗清顺存有论境路, 的理气心性辨息, 王夫之义学书评, 代证重建如学概念, 的理论意义, 档案下载, 路向山的教育理念, 华泛大学哲学细度, 宝瑞, 摘要, 本文探讨颂如录像, 山的教育理念, 提, 初其教育宗旨乃在, 直接实践与自负其, 则的观念, 其教育, 方法乃重力致与轻, 师有及优有未知, 其批评学者论学多, 论语义理研究忽略, 及知及行, 本文并, 以向山教育理念为, 借尽来探讨华泛大, 学的觉知教育的宗, 治愈方法, 强调华, 泛大学的教授师长, 在其中扮演的罪官, 渐性角色, 因此必, 需有良好的机制, 使教授的辅导教育, 功能充分发挥, 对, 与学生的带领应众, 是生活上的相伴与, 灵活的对应方法, 更应对现代社会风, 气有明确的价值力, 场, 最后, 教授应, 以护为缘起的观念, 作为自己的教育级, 人生的信念, 关键词, 路向山, 教育宗旨, 教育方, 法, 觉知教育, 如, 学, 华泛大学, 大纲, 一, 前沿, 二, 向山学及向山, 风格的定位, 三, 向山教学做人, 为要, 四, 向山实学重在, 实践, 五, 实学之理在于, 天地, 在于自己, 乃天之所与我者, 六, 实理记名, 则, 所下功夫权在自己, 七, 实践守在立志, 立志之要, 在意, 立之变, 八, 学者要能发明, 本心, 九, 向山要求学者, 读书需轻师有, 十, 读者切勿强探, 利索, 虚事优有为, 知, 十一, 向山评论学, 这一般通病, 十二, 从向山教育, 理念谈觉知教育的, 宗旨与方法, 一, 前言, 华泛大学于创校时, 周年之计举办, 诀, 知教育学术研讨会, 觉知教育, 这, 特种直接启发, 学人的本心智慧之, 教育理念者, 此一, 教育理念有小云法, 诗畅导之后, 啊, 即在校园内推动器, 经, 并由校内教师, 于课堂授课及生活, 指导中推动开展, 二, 知词现代文, 明日静, 传播科技, 发达知迹, 青年学, 自所受各种社会风, 气影响, 在在皆有, 挑战教育理念之时, 华泛大学所唱诀, 知教育之理念, 却, 有端正学风培养人, 才知宗旨, 为于教, 学互动之中一人有, 理论与实物之考验, 理论之考验者, 学人之本心智慧之, 根源何在, 实物之, 考验者, 教师教学, 方式之改进之道, 此皆为本次觉之教, 欲学术研讨会之众, 要一提, 作者不明, 谨义送如鹿向山, 知识学位聚, 以其, 特有之人格风范集, 教学指点位文本一, 聚, 气于其中发觉, 珍宝, 有义注于觉, 知教育之理论与实, 物之推动, 觉知教育理论的言, 究, 就其本心智慧, 的发觉而言, 事迹, 于中国传统如佛教, 职观的理念基础上, 以如佛会通的经, 神作为现代学子的, 人格教育之价值根, 原, 义士小云法师, 的办学宗旨, 为如, 佛中极境界有别, 本心智慧的内含义, 有所差异, 然于现, 代学子之人格教育, 而言, 此两价值系, 统皆为中华文化传, 统之大教, 于出入, 守之济世可以会通, 的, 无论是培养医, 为得以修身其佳志, 国平天下的国家人, 才, 或是培养一位, 得以不施持戒忍辱, 精进禅定智慧的真, 正佛教徒, 这都不, 仅不与现代教育驾, 直观冲突, 更且因, 两者皆亦进高远宗, 至广大, 其所欲赔, 养之优秀青年之礼, 享人格, 实皆正位, 时代之所需, 既然觉知教育是要, 实施于大学校园的, 教育理念, 则对于, 教育宗旨及教育方, 法便要积极讲究, 至于如佛宗旨之行, 上义礼及方法论根, 聚之探究等问题, 则非本文所欲关切, 问题, 此类问题座, 这于他文中讨论甚, 多, 三, 对于现代, 大学校园内之青年, 学子之人格涵养问, 提, 时不应如佛中, 即止去之别意而行, 臣起发觉智之障碍, 本文之作, 乃以诵, 如向山学思为对象, 探究其以儒家道, 得意事为宗旨之教, 欲方法, 即取向山, 重视本心发觉之教, 欲理念之论点, 以, 有充实华泛大学觉, 知教育实施之借进, 本文第三节以下至, 第十一节指, 即以, 向山论于儒学教育, 宗旨及教育方法之, 言论座介绍工作, 进行方式先及文本, 展示, 再做说明, 其中三至六节未教, 欲宗旨, 七至十节, 为教育方法, 十一, 结位向山论学者通, 并, 十二结位吉项, 山教育理念进行对, 觉知教育的反省, 并为结论, 二, 向山学吉项山, 风格的定位, 向山学, 一言以闭, 知, 曰教育哲学, 且为特众教育方法, 教育主旨之教育, 哲学, 其主旨即在, 陈圣陈贤之如者风, 隔的教育, 培养上, 其方法为有, 值, 指人心, 先利其大, 者, 故而及具意, 简直精神, 说向山学是教育者, 学, 乃及欲指出, 向山对做人应该做, 一个什么样的人者, 各问题, 乃负与罪, 根本的重视者, 同, 时也提出他认为贤, 接网圣教人之法的, 观点, 并且在向山, 教学的过程中, 教, 人做人, 且做一个, 如者士的大人, 乃, 是其中最重要者, 因此, 教育, 有其, 是道德, 人格的教, 欲, 才是向山学的, 重点, 而且是唯一, 的重点, 因此, 向, 山的教育者学是教, 欲宗旨学, 即教育, 方法学, 宋儒自北宋出其言, 独仙情儒学典籍之, 风气大胜厚, 重要, 大儒之学术工作教, 点, 即致力于儒学, 理论架构之见立上, 于事而有诸多则, 学问题必须解决, 因此社教理论之重, 点, 即在理学之见, 立上, 然而, 自相, 山出现于南宋是灵, 中后, 其社教理论, 知重点, 即有所义, 其以道德人格教, 欲为己身着力之重, 点, 此一重点自然, 不同于宋明理学中, 的其他儒者, 向山, 不处理太多哲学上, 的问题, 对于儒学, 在宋代的发展, 向, 山成其学统, 却不, 审议于儒学研究中, 而是把儒学的胸, 怀志于心中, 且表, 于行动, 他不是者, 学理论的研究者, 而是实践者, 在人, 轮日用中实践者千, 古圣贤所传承的人, 格理想, 如果我们, 非把儒学作为哲学, 理论, 则向山的共, 现在于教育哲学, 即教育主旨即教育, 方法的理论上, 然而, 由于像山词, 一特性, 使得儒学, 的传播收效盛大, 这效果就表现在像, 山是真能教导出具, 有如这气象的门声, 这, 也就是说, 像, 山是唯一真能在人, 格寒仰上, 塑造出, 一个个当是儒者的, 儒学教育家, 因此, 像山是人师, 而, 不是经师, 是人性, 的指导者, 是活生, 生地在日用人伦中, 在把圣贤气象启迪, 于当世人的导师, 但是, 如果我们跳, 出向山设学之规模, 而以向山一身形, 一人格气象平之, 则向山同时是事工, 领域上的实践者, 他具备在现实世界, 经营事业的能力, 他在点击的评阅中, 也最能把握现实, 世界成就事工的源, 则, 而不拘泥于经, 点传注的一理推敲, 于是向山可以在, 家中置业, 而能处, 里的有条不紊, 像, 山也更可以在经门, 主阵, 而能有实际, 校宴同时在向山, 检视界辅得诗集评, 孟子辟土地充福库, 知文词上也能有, 异于常论者, 这些, 都表示了一点, 九, 是理想中的内圣外, 王的儒者典范, 在, 向山身上都能攻行, 建律而出, 向山一扫被送以来, 如者滋滋于思想, 介绍, 即典籍传注, 即抢手内修圣学, 知格局, 向山一下, 自打开来, 活泼深, 动地面对世间人伦, 日用, 政治社会的, 诸多面貌, 在用事, 的精神上, 即如学, 的教育上, 在在都, 超越了送如原有的, 格局, 这或许是像, 山气至上的特意, 或许是先擒孔孟经, 神的真正复兴, 或, 许是儒家思想的传, 波, 经过北宋诸儒, 后的必然发展, 无论如何, 谈向山, 学, 我们会着力于, 他的教育哲学, 但, 是谈向山, 谈向山, 风格, 我们就会着, 立于他内圣外王的, 俊美气质, 他功行, 见吕的儒者气象了, 然而向山的精彩, 在于他的风格, 而不止在他的论学, 向山是行动着圣, 贤的思想, 而非是, 思想着圣贤的行动, 我们更值得以向, 山一身形一风范来, 定位向山, 而非止, 以向山学术理论来, 定位他, 三, 向山教学做人, 为要, 以下集谈向山教育, 理念中的教育宗旨, 知学, 向山教学集, 教人学做儒者, 如, 者是人之所以为人, 的理想形态, 所以, 即是一个学做人的, 学问, 此向山教学, 宗旨之第一项, 自, 公路, 向山全集, 中中要语录于下, 经所学果为何事, 人身天地间, 为, 人自当尽人道, 学, 这所以为学, 学为, 人而已, 非有为也, 四, 宇宙之间如此广, 阔, 无身力于其中, 须大做一个人, 非, 大抵未学, 但当, 滋滋尽得修业, 使, 死心于日用间, 强, 贼日少, 光润日者, 六, 虚思量天之所以, 与我者, 是圣底, 为父事要做人否, 理会的这个明白, 然后方可谓知学问, 七, 向山教人, 不论所, 学何事, 所读何书, 皆以学做人为官, 见药木, 做人, 且, 做一个天地间堂堂, 正正的人, 是一切, 学问事业的根本目, 的, 此一教学重点, 乃如家自古相传, 不二的标的, 教育, 的目标乃在成就一, 各完人, 而如家自, 有其人性理论, 以, 为教育成人的准则, 这个目标, 就是, 成圣成贤, 圣贤语, 常人无意, 为载道, 得事业上功身陆力, 以行之而已, 先情, 如家免人向善, 不, 但把人身行为准则, 的得目, 张式标举, 并且为成就圣贤, 人格, 更有许多其, 他课业的配合, 有, 一般记忆能力的陪, 养, 以及古代典籍, 的学习, 死在孔子, 魏然, 在孟子亦然, 然而在儒学教学, 的传播上, 到了南, 宋, 却有了路线上, 的差异, 儒学经过汉唐一致, 于宋, 其中既有汉, 儒的权势增减, 也, 有玄学的传播发扬, 更有佛学的挑战, 刺激, 北宋儒学附, 新, 学者的课题在, 回应自汉气堂中间, 新的学术理论的, 挑战, 因此点击乐, 读, 儒学传播, 以, 智理论的重新建立, 都成了重要的课, 题, 终于在北宋儒者心, 苦经营之下, 儒学, 学, 学丰大圣, 先情如, 学回复了他在中国, 人心灵中的重要的, 为, 知识分子的重, 心以多数以如学位, 诸了, 此一如学昌, 甚至学风转至南宋, 许多披荆斩集之, 理论功臣已然完成, 由于回应其他理, 论挑战之理论建立, 工作, 也以大抵丸, 成, 于是古籍之证, 理, 以及心理论之, 解释, 便成为首要, 工作, 并且当势灵, 以学习儒学位众后, 儒学教学的工作, 意义加重要了, 向山身逢其实, 学, 这手捧如书, 各家, 说法背出, 不论对, 点击研究的态度, 对人间事工抱持的, 态度, 对学习如学, 的宗旨目标之掌握, 等等, 藤口纷纭, 向山于此即持严厉, 论, 则皆已回复恐, 梦圣贤之教未悟, 不论读书做事, 皆, 教人以做人为药, 要求内修其得, 外, 成其事, 光读书, 而不知道公身力行, 是错误的, 人身行, 是, 不能以成就甚, 嫌事业为目的, 也, 是错误的, 客观的, 学术见解不适学习, 的终点, 唯有圣贤, 人格的完成才是目, 的, 光读书光修集, 也是不够的, 也是不够的, 唯有, 站在社会国家的功, 做岗位上, 实实在, 在地做事才是应该, 的, 因此向山教人, 读的事实书, 读的事实书, 的事实是, 并且以, 此图全是孔孟之学, 而建立了向山特, 有的儒学风格, 四, 向山时学重在, 实践, 学做人的学问, 应如何下手呢? 十, 既上就在生活实践, 中, 因此实践才是, 学者之药物, 此向, 山教育宗旨之之第二, 向, 如其言, 古人智识, 不上, 智巧, 言论未详, 是实先者, 顾言及其事, 是即, 其言, 所谓言顾行, 行顾言, 周到日, 衰, 文茂日盛, 是, 时音于意见, 典讯, 无于便说, 子供之达, 有的夫, 子而失臣之, 上步, 免此, 多学而识之, 之见, 非夫子寇之, 彼顾艳然而无碍, 夫子记, 没, 其传故在层子, 八, 平时虽读圣贤书, 其实何曾赌至于, 圣贤事业, 九, 宇宙间自有实理, 所贵乎学者, 为, 能名此理而, 此理, 既名, 则自有实行, 有实事, 实行之, 人, 所谓不言而信, 与尽时一种是纯, 吻贤徒度者, 天渊, 不谋, 雁月异象, X, 仁义忠信, 乐善, 不倦, 此等皆得行, 是, 为尊为贵, 为, 上位先, 岳师便呼, 身师, 助使便呼宗, 妙之礼, 与凡舍欲, 书述等事, 皆一也, 为卑为贱, 为下, 为后, 百, 功之事, 皆圣人作, 也, 然圣人出不上, 此, 十一, 论语中多有无头, 并的说话, 非学有本令, 为, 亦读也, 苟学有本, 令, 则知之所及者, 及此也, 仁之所, 守着, 守此也, 时, 习之, 习此也, 说, 者说此, 乐者乐此, 如高屋之上, 见, 临睡矣, 学狗之本, 六经皆我住脚, 十二, 为知学, 博学个, 什么, 审问个什么, 明辩个什么, 读, 行个什么, 十三, 如何是穷礼尽性, 以至于命, 老夫凡, 经所欲无有说, 皆, 是礼也, 穷礼是穷, 这个礼, 尽性是尽, 这个性, 致命是智, 这个命, 十四, 孔子弟子, 如子, 由子下载我子贡, 虽不欲圣人, 义族, 以浩明学者为万事, 诗, 然醋的圣人之, 传者, 回之于, 参, 之路, 盖病后世学, 这, 溺于文艺, 之, 见脚绕避或月圣, 不可入道尔, 某何尝不许人读, 书, 不知此后有事, 再, 十五, 向山于孔学之传载, 于曾子, 而非子贡, 子章, 子下, 即, 介义执名, 曾参虽, 鲁, 但能实事实行, 而子贡等人虽薄, 学聪慧, 且能讲学, 较重, 然于笃智力, 行一事, 实不及之, 而恐学之药, 却, 在实际实践圣贤士, 业, 而不止留于点, 即教学及学理争论, 而以, 事故向山教, 人, 亦需于此着力, 此机学做人, 实, 实在在地将盛显索, 说, 说至于胸中, 时刻, 警惕, 时刻进行, 而非只知空议论, 亦非仅止在翻阅点, 即, 在理论争辩而, 亦, 然而, 在实事实行, 中, 亦需便明见吕, 何事, 唯有人意中, 性之行, 已成得位, 目的之行, 亦理所, 当行之行, 方位学, 习之目标, 而非依, 斑百宫技艺, 一般, 社会技能而已, 是, 故向山时学, 修得, 为先, 讲学为后, 百宫技艺更非重点, 需在社会事工上, 着力, 需在圣贤器, 向上着力, 需攻行, 见吕以充实此学, 此方位向山时学之, 真意, 五, 时学之理, 在, 于天地, 在于自己, 乃天之所与我者, 向山教人学做儒者, 儒者的理想是真, 理吗, 向山认为者, 是本于天之赋予的, 价值, 且已在自己, 心中, 只要实现出, 来即可, 此相山论, 教育宗旨之之第三项, 如其言, 此天之所与我者, 非有外说我也, 十六, 孟子约, 所不虑, 而知者, 其良之也, 所不学而能者, 其良能也, 此天之, 所与我者, 我固有, 知, 非有外说我也, 故曰, 万物皆备, 于我已, 反身而成, 乐莫大焉, 此无, 知本心也, 所谓安, 宅正路者, 此也, 所谓广居正位大道, 这, 此也, 古人自, 得知, 故有其时, 言理则是实理, 言, 事则是实事, 得则, 实得, 行则实行, 十七, 此理在宇宙间, 未常有所隐顿, 天, 得知所以为天地者, 顺此理而无私焉, 二, 人与天地并立, 而为三极, 安得, 自私, 而不顺此理, 灾, 十八, 此理于人无见然, 昏明和事一天渊, 自从断阙闲牵引, 抚养周旋指示天, 十九, 明得此理, 即是, 诸宰, 真能为主, 则外物不能以, 邪, 说不能或, 所并于, 无有者, 正位此理, 不明, 内魔所主, 一向淫伴于福论虚, 说, 终日指一即外, 说以为主, 天之所, 与我者, 反畏客, 主客道志, 迷而不, 反, 或而不解, 谈, 然明白之理, 可是, 妇人同子听之而喻, 情学之事, 反畏, 知迷惑, 自谓之离, 知说, 以自淫禅穷, 年醋碎米所底利, 岂不重可怜哉, XX, 向山时学, 在己利, 行, 所行之事, 乃, 道德事业中事, 而, 道德之理则在天地, 为天地所本有儿, 赴命于我者, 故时, 学之理之来源, 乃, 在天之所欲者, 此, 以命题, 自孟子儿, 来, 在中庸, 一转, 中更有发挥, 然向, 山于此, 殊无多论, 向山是此为当然, 因其本身极能自, 心中体会出此天之, 赴命, 但向山学之, 性格, 本就不处理, 理论解析的问题, 木宗三先生为向山, 学以全域设在孟子, 孟子十字打开, 更无隐顿, XXI, 似乎向山, 以为孟子以把道理, 讲明, 向山自己以, 无需多言, 自然以, 用即可, 然而以折, 学理论之介绍, 说, 明而言, 任何一套, 建构完整之哲学体, 细, 永远需要后代, 人以其同时代之语, 言及思考方式予以, 重新诠释及说明, 而使理论体系能为, 当代人所熟悉及皆, 受, 此才有所谓者, 学传播发展之可言, 此一工作在北宋, 诸如中卫之, 南宋, 诸西处亦卫之, 然, 而向山或以为此一, 理论以为人人心中, 即亦小之, 接受者, 事顾不作此类功, 作, 向山叙述此类天之, 所欲之命题, 不作, 太多阐事及解析之, 工作, 指四拳几欲, 设在胸中, 随意挥, 撒, 以仙如之语言, 点拨当时之学者, 令人感觉贴和无, 兼, 亲切生动, 酒, 如生活语言一般, 向山以此种态度以, 说明道德实施之理, 乃自天所与我, 因, 此人人本具, 不假, 外求, 并以此理论, 为基础而推出一切, 求学方法之理论, 及一般学术问题之, 看法, 此一态度下, 知向山, 即四孟子, 本人, 向山即孟子, 即为以儒学导师, 知身份, 以教人得, 性居止, 而非以言, 纠恐梦学说之儒学, 理论家之身份, 以, 教人解读儒学理论, 因此, 对于天命观, 念之理论解释, 向山时无贡献, 然而, 此一为向山所预设, 知孟子学, 却仍须, 更多之解释, 方能, 为最新理论工作之, 宋代学者所满足, 至于今日则更需要, 此一工作无论在, 宋明如家, 在明代, 弃经之学者身上, 这莫甚多, 是非忧, 列此赞不论, 总之, 向山毫不着力于, 此, 然而向山之态度, 却非毫无用处者, 相反的, 若论即如, 这生命气象之展示, 即在人格上化名成, 俗之孝上, 此一职, 是天命在我心中, 肯定之并实践之的, 态度, 却正是最有, 力的方法, 也证明, 了向山的贡献是不, 可磨灭的, 其故不, 必与言文字多所解, 西, 更不必理论辩, 真多所用功, 就以, 向山本人的风格器, 向, 就足以收儒学, 传播的功效了, 六, 十里济明, 则, 所下功夫全在自己, 学做儒者之事, 否可称, 最后应付, 责任的人即是自己, 是自己的有没有, 实践例行的问题, 此项山论教育宗旨, 知第四项, 如其言, 孟子曰, 人皆可, 以为遥顺, 并其字, 抱自弃, 则为之发, 四端, 曰, 人之有, 是, 而自卫不能者, 自贼者也, 为其, 君不能者, 贼其君, 这也, XXII, 孟子曰, 夫道若, 大路然, 岂南之灾, 夫子曰, 人远乎, 灾, 我遇人, 私人, 智义, 又曰, 一日, 克己复礼, 天下归, 人焉, 又曰, 未知, 私也, 夫何远之有, 孟子曰, 道在尔, 而求诸远, 是在, 亦, 而求诸难, 有, 曰, 遥顺之道, 小, 帝尔以义, 岂人所不能灾, 不畏尔幼, 曰, 无声不能居人, 游义, 未知自弃, XXII, 古之学者, 本非, 为人, 千善改过, 莫不由以, 善在所, 当迁, 无字迁之, 非为人而迁也, 过, 在所当改, 无字改, 之, 非为人而改也, XXIV, 圣人不我欺也, 于事而曰, 我不能, 其为自弃也过矣, XXV, 圣人出非外利其, 得, 以教天下, 改, 皆人之所故有, 心, 之所同然者也, XXVI, 负斋家兄, 一日, 见问云, 无地精在, 何处做功夫, 某答, 云, 在人情, 事事, 物理上做些功夫, 负斋应而已, 若, 之物价之低昂, 与, 负辩物之美恶真为, 则无不可不畏之, 能, 然无之所谓做, 功夫, 非辞之畏也, XXVI, 先生之讲学也, 先欲赋本心, 以为, 主宰, 记得其本心, 从此涵养, 始日, 冲月明, 读书考古, 不过欲明此理, 尽此心而, 其教人, 未学, 端续在此, 或问先生, 知学, 自何处入, 先生曰, 不过切己, 自返, 改过千闪, 又曰, 无知学问, 与诸处一者, 只是, 在我, 全无度转, 虽千言万语, 只是, 觉得他底在我不曾, 添一些, 且又曰, 无知, 无知与人言, 多久, 血脉上感动他, 故, 人之听之者义, XXVII, 向山一再强调未学, 在即, 乃有生意之, 严也, 此因向山学, 乃只是剑履甚贤气, 向之学, 谈学问, 可以是身外之物事, 但是谈实践, 9, 绝对是自己的事, 既是自己的事, 9, 只能要求自己, 并, 且更进而言之, 指, 要肯自我要求, 9, 没有无法完成的课, 题, 问题在于, 我们如, 和教导一般人, 使, 他愿意做自我要求, 呢? 这在向山而言, 答案是清楚而简, 单的, 这就是向山, 所预设于孟子, 义, 传宗的天命理论, 由于上天早就把实, 见圣学的本性赋予, 我们, 每个人的心, 终早就有知, 人人, 都能轻易地体会到, 他在心中的存在, 只要把他找出来, 他就能引导我们, 使我们自己要求自, 己, 而我们能以天, 之所命为心中法则, 则我们的心中便, 有了一切行为举止, 的标准, 换言之, 心中有所主, 便能, 主宰自己的行为, 主宰的标准虽然是, 天所欲我, 但以为, 我所体贴领会, 以, 为我自己所有, 能, 构在自己心中自然, 流出, 故为自己所, 做的主宰, 而日用, 行为一旦有了根本, 礼句, 即不会犯无, 所踪, 精神气象, 便可整理提携, 而, 有了圣贤的胸怀, 因此, 就此而言, 一切的功夫便都做, 像自己, 这成了字, 挤的意愿方向的问, 提, 他仍无法帮忙, 光读书也不够, 只有靠自己在实践, 终才能完成, 又应, 本心以具, 必有时, 笑, 一旦啃下功夫, 成果便可利见, 是故对学者在得性, 生活上的要求, 便, 毫不松懈, 必定出, 要求学者能切几回, 赴天所赴命的本心, 处, 而能自作主宰, 方指, 在这一种自作主宰, 自我要求的感觉, 催动下, 任何不合, 圣贤道理的行为便, 都失去了借口, 因, 为一切的要求乃可, 在自我心中发出, 事故不承认有词要, 求知一切借口便都, 失去了凭借, 再没, 有任何逐观, 客观, 的理由, 可以允许, 学者不敢奋心起, 自心自立, 而以甚, 闲追求为所踪之目, 标, 向山叫门严峻, 如此, 莫怪呼向山, 门下多有气象超拔, 的弟子, 此外, 此一甚学之, 追求, 既然已修得, 为目标, 因此生活, 日用之间, 凡可迁, 动本心者, 无一步, 是做功夫的地方, 是故向山位在人情, 事事, 物理上做, 功夫, 此即在日常, 生活, 生活情境中, 只要, 事与修得有关者, 便需时刻警惕见律, 时刻要求实行, 而非为书本上研读, 平义之功夫而已, 再者, 向山以为, 此一功夫在客观之, 时尚, 毫无所增, 所谓可增者, 只是, 客观之事, 但客观, 知事并非甚学之内, 容, 例如物价之高, 低与肤变物之美恶, 真伪, 此一能力可, 使客观之事增加, 又如当已如学学习, 即是传注议论, 点, 即讲明时, 则获益, 有所谓客观形式上, 知圣贤之事可资增加, 但就见屡功行, 知功夫言, 则全无, 知事之增减可言矣, 当然, 若言人品, 修养上之增天, 当可不畏之无, 然, 向山所言, 非止此, 也, 七, 实践守在立志, 立志之要, 在意, 立之变,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 的是向山在教育方, 法上的特点, 向山, 既然, 既然善于教育, 则, 其教育方法当有特, 色, 然向山强调者, 守在立志一观, 如其言, 学问固无穷矣, 然端须得失, 则当, 早变, 是非向背, 可以立绝, XXIX, 夫子言, 君子欲, 于义, 小人欲于立, 孟子未欲之顺语, 直之分, 无他, 立, 与善之间乙, TRIPLE X, 既就学问, 岂可, 不知其非, 大抵学, 这, 且当论智, 不, 必具论所道, XXXI, 不论其始之谬, 以求负其长, 而兮, 经单利于道数是非, 知迹, 此其所以悦, 悟而悦远也, XXXI, 未学无他谬巧, 但要理明一经, 懂, 皆听于义理, 不认, 己思深, 此理成名, 见吕不涕, 择弃, 知不美者, 无不变, 话, 此乃智理, 不, 言而性, XXXII, 此章以毅力叛军, 自小人, 切未学者于此, 当, 辩其智, 人之所欲, 由其所习, 所习, 由其所智, 智乎意, 则所习者, 必在义, 辩其所习在义, 思欲于义, 智乎, 力, 则所习者, 必在于利, 所习在利, 思欲于利义, 故, 学者之智, 不可不, 辩也, 经, 为事者虽, 约圣贤之书, 而要, 其智之所乡, 则有, 与圣贤辈而持者义, 岂能惜心, 利于国事民隐, 以, 无负于认识之者哉, 事申部, 可使之为小人之规, 其于利欲之习, 达焰味之痛心疾首, 专制呼应, 而曰, 免焰, 博学审问谨, 思明辩而笃行之, 由事而进于厂屋, 其闻必接到其平日, 知学, 胸中之运, 而不轨于圣人, 由, 事而事, 必接供其, 执, 请其事, 心呼, 国, 心呼名, 而不, 为生计, 其的不畏, 知君子呼, XXXIV, 非其所致, 而则, 其其不可也, 非其, 所惜, 而则其欲不, 可也, 亦也者, 亦也者, 知所顾有也, 果人, 知所顾有, 则夫人, 而欲焰可也, 然而, 欲知者少, 则是弊, 有亦夺之, 君子则不然, 比, 常人之所致, 亦豪, 不入于其心, 念律, 知所存, 讲切之所, 即, 为其亦而已, 夫如是, 则亦安得, 而不欲乎此灾, 然, 则君子之所以欲于, 亦者, 亦其所致所, 习之在是烟尔以尔, XXXV, 繁育学者, 当先, 十亿立公司之变, XXXVI, 今时世人读书, 其志在于学厂屋之, 文, 以去科地, 安, 能有大智, XXXVII, 若果有智, 且虚, 分别是立道义两图, XXXVII, 为学知识, 守在立, 智, 并非立志念书, 而是立志做实事, 做实事就是一知, 所当行之上该做的事就要做的事就要做去, 因此立志之后, 守, 须做意义立之达, 须做意义立之辩, 要求学者至于义而非, 至于立, 再到意图, 上, 承担事业, 想, 承担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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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术见解上, 书无过人之处, 但, 是却能在白鹿动书, 愿讲学中, 领听者, 感动流涕, 就此而, 言, 则正可彰显像, 山学之性格为实学, 而非一般学术亦, 论, 向山药人读书不止, 为小文艺而已, 而, 以在心中立志为要, 此其实学之一贯, 通义, 义为人诗指, 典型为之教学方式, 向山直接要人诚, 单起来, 学圣学贤, 不要人只念书不, 做事, 更不要人只, 小文艺, 而不于修, 得上下功夫, 此一, 教学脉络, 应以识, 分清楚, 其之所以, 会感动人心, 乃在, 向山个人刚剑挺拔, 的生命力, 以及直, 透人心的肺腑之言, 此极所谓刀具顶, 获得学问, 是要用, 生命力去完成的学, 问, 事实上, 儒家的学, 问也本该如此, 指, 诵实学人之学风流, 于浮泛的议论, 而, 不能将自己拉回来, 于圣贤事业上下, 功夫, 是顾向山的, 讲道, 能感动人心, 这种感觉, 在人, 与人之间的对应上, 是很容易经验到, 的, 一个道德生命, 力强的人, 一开口, 自然使周围听者, 心发鼓舞, 因此, 谈意力之辩, 正是, 需要向山这种人, 且用这种方式谈才, 可, 否则儒家的义, 力之辩流于点击传, 柱, 流于纸面上的, 理论体系, 则有何, 用处, 向山在谈意力之辩, 时, 并未语以详细, 分解, 以教人明晓, 何为义, 何为力, 唯以不思心说之而, 以, 此计不能于理, 论分析终结的, 意, 不能于书本翻阅中, 求得, 因此, 完全, 是自己于行为中体, 会得来的, 人之思, 心为己能之, 去其, 思, 就其意, 事不, 能由外界定律规范, 的, 也没有固定型, 为模式可套用的, 向山即为明说, 其, 时也不用明说, 人, 人于心中自可坦然, 体贴而得, 此一集, 其所谓天之所欲者, 早在人人心中, 又何须多做分析, 是故意立之辩, 为, 以去思为功之一致, 点之即可, 此外, 向山屡刺坛, 即养成至于义而非, 至于立之习惯之重, 要性, 乃因一旦习, 冠定了, 则终点已, 可明知, 因此未及, 好的习惯已逸于追, 求圣贤弃相, 则虚, 立之于义, 未免恶, 习使当魔所归, 因, 此不可置于立, 四, 呼欲及习惯之功效, 以警惕学者尽早, 立之之重要性, 此意见出, 向山顾, 然要求先立乎其大, 这, 要求立之, 然, 而向山亦允许于功, 身见行之时, 得以, 逐向而静, 先立志, 使习惯于圣贤事, 业之徒, 然后窃时, 智力, 而忠臣圣臣, 贤, 向山只不允许, 仍不先作此意立之, 便, 以至蹉跎单个, 而至面目可增耳, 然而习惯之功效力, 亥固如此其大, 在, 立志意图上却非已, 此为必须立志之充, 分理由, 立志乃人, 身来之天职, 不早, 立志, 再加上习惯, 蹉跎, 则中弃此天, 职, 为早立志, 应, 与习惯培养扩充, 则中与天一, 达此, 天职, 此方为向山, 提习惯说之切要处, 向山并未以习惯, 说来证明必须立志, 而是以习惯之力, 害来警惕, 不尽早, 立志之大害而, 八, 学者要能发明, 本心, 向山教学方法之地, 二项在于要能发明, 本心, 以下这段计, 陆及是向山已发明, 本心为方法已启示, 学者的讨论, 四名扬敬重, 时, 主抚养部, 摄氏陵, 安抚中, 使臣教于, 先申, 即反抚养, 三月二十一日, 先, 申过之, 问如何是, 本心, 先申曰, 此, 引, 人之端也, 修, 二, 意之端也, 此, 让, 礼之端也, 是, 非, 智之端也, 此, 即是本心, 对曰, 简, 简而, 实以晓得, 必, 竟如何是本心, 凡, 竖问, 先生中不义, 其说, 敬重义未审, 偶有欲善者, 送, 至于亭, 敬重断旗, 曲之气, 又问如初, 先申曰, 先申曰, 文士来, 断善诵, 是者知其, 为是, 非者知其为, 非, 此即敬重本心, 敬重乎大觉, 使, 北面那弟子里, 故, 敬重美云, 简发本, 心之问, 先申举誓, 约善诵是非达简, 忽甚此心之无时末, 忽甚此心之魔索, 不通, XXXIX, 由上力所示, 向山, 启示阳静众有观本, 心之问时, 在其回, 答的内容上及时多, 孟子文字, 毫不增, 天, 而敬重不能明, 还要问如何是本, 心, 此时, 向山如, 果从概念上, 做更, 细微的分解, 对人, 一理智之四端, 从, 行而上学说, 从公, 夫论说, 天罗地网, 上天下地的悉心, 构作一番, 再为其, 解释, 则尽重或可, 自觉已然明白, 可, 可就理论溯源上, 在座无穷探问, 而, 中时本心一说, 难, 已明白, 向山教人, 远不在, 别利系统, 事顾虑, 似回答, 所欲皆同, 唯在善诵之后, 以事者知其为事, 非者知其为非, 此, 即净重本心在小知, 与益胜平, 净重, 却能大悟, 此即净, 重所悟者非他, 正, 为其自身形式中以, 然表现出之人毅力, 至等之本心, 敬重, 忠于悟出学者所当, 求知本心之说, 并, 不需重在毅力概念, 如何圆满地解释, 为在身体力行中贴, 切配合者即可, 想, 山不欲多做便兮, 也是不愿其持成于, 身外之著书立说之, 是, 就, 侧隐, 人之端, 也, 修恶, 义之端, 也, 辞让, 礼之端, 也, 是非, 智之端, 也, 等而言, 此说, 之要为在其端, 此, 异端自知明是, 异, 非重在侧隐于人之, 关系或修恶于异之, 关系之清楚讲明, 为重在抓住此端, 而即刻在己身中, 身体力行, 阔而冲, 之, 由端而发, 而, 至圣贤之境, 此方, 是学者求知本心之, 要指, 而非指异力, 所明而已, 既然如, 此, 人人皆有本心, 本心不假外求, 不再书本文字, 因, 此, 敬重在善诵之, 欲中, 即刻明白, 向山所交于学人者, 为何, 学者所当学, 习者为何, 而终致, 感佩清养, 那弟子, 礼, 而误曰, 忽审, 此心之无始莫, 忽, 审此心之魔所不通, 阳尽众魔士之醒悟, 即是向山教门之, 特色, 亦可畏其待, 表, 此中所醒悟者, 二, 其一未对本心, 之肯定, 其二未对, 本心之性格之掌握, 就本心之肯定而, 言, 此本心未阳尽, 众本身即已行动出, 这, 及其断送时之, 是非本心, 即人心, 所本有之道德本心, 此一肯定的方式, 不是理论体系上, 的证明或规定出来, 的, 而是实际的从, 生活中, 人性上, 毫无逃顿地抓出来, 而予以肯定者, 其二, 就此类本心, 知性格而言, 敬重, 悟其唯无始末, 无, 所不通, 亦即为其, 便在, 其可随心之, 所运而出现, 此一, 形态之描述方式是, 对本心做外在的, 间接的, 可观的描, 术, 未不在骨髓上, 作描述者, 就此类, 知描述语而言, 可, 已无穷尽地提出, 敬重一物即本心之, 真意, 即可自行地, 出此类分析语, 若, 向山起早即以此描, 术本心, 则尽重祸, 可得意明白, 然此, 意明白恐怕终究止, 在概念字意上打滚, 此非向山所欲叫, 这, 而呆本心主旨, 记明之后, 任何人, 自可无穷尽地, 缘, 缘不绝地自作描述, 因此此类描述语, 知领悟乃为第二序, 是次要的, 但也, 是有真实实感后才, 可得者, 若未有时, 感, 而事物于此处, 做概念分析, 则将, 中至逐外放荡而无, 所归以, 事故向山, 绝不以此教人, 虽, 然如此, 则尽重阙, 人能有此一物, 并, 由此物以正得其对, 本心之领会, 以身, 得向山之意, 因本, 心之性格, 乃必然, 未无时莫, 莫所不, 通, 只要本心出发, 即可得之意, 九, 向山要求学者, 读书须亲师有, 向山论教育方, 法之第三项, 在于, 要求学者应亲师有, 如其言, 学当有师, 天知, 深思明也, 以先知, 绝后知, 以先觉觉, 后觉, 此其理也, 成得其师, 则传授, 之间, 自有本末先, 后, 不使学者从然, 杂然, 废其目力, 好奇精神, 而磨索, 智智也, XL, 然学不清师有, 则思文未昭住处, 成难则于常才, 读, 立思义, 未能抿觉, 当则大智, 虽, 读书清师有是学, 思则在己, 问语, 辩, 皆虚在人, 自, 古圣人, 亦因网折, 知言, 师有知言, 乃能有尽, 亢非圣, 人, 岂有自认思之, 而能尽学者, 然, 网折之言, 应实陈, 立, 其指不一, 方, 厕所载, 又有证位, 唇词, 若不能择, 则是犯官, 欲取诀, 于师有, 师有之言, 亦不一, 又有是非, 当否, 若不能择, 则是犯从犯官, 犯, 从何所致指, 如比, 做事于道, 事用不, 溃于成, 欲取其一, 而从之, 则又安之, 非思义偏说, 子末, 执中, 孟子尚以为, 执一废百, 执一废, 百, 其为善学, 后, 知学者, 故何以处, 此, 斯莱伊, 曹丽之天资甚高, 应读书用心之过, 晨疾, 其后疾与学, 相为消长, 出来, 见某时, 亦是有许, 多闲言语, 某语之, 当敌, 则胸中快活, 明白, 病亦随灭, 代义文人言语, 有, 复昏毕, 所以昏毕, 这, 远与某相聚日, 浅, 然其人能自知, 每婚必则复相过, 某又语之当敌, 其心下诱复明白, 语将解, 随听即解, 某问此或有疑否, 立之云, 无疑, 每常自读书, 意见, 得到这般田地, 指, 是不能无疑, 往往, 自辨其说, 如此相聚一两寻, 而归, 其并顿俭, 其后应求是, 闻人, 闲言语, 又复昏祸, 又是有告知, 以, 某乃是是之学, 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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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身恶是老如愁愁, 于是竟盼某之说, 却凑合的缘会说, 话, 后不相见, 以, 至于死, 至于死, 已定, 则, 向山非不明此, 甚且更为此探, 然向山人一再强调, 于此, 此乃因向山, 深探时人之有学无, 方, 逐于外物, 反, 于义论, 为下真功, 夫, 向山欲正此风, 以己为师, 故要, 人轻师有, 实则欲, 学者皆能从其学而, 师之, 事故强调轻, 师有, 然若谨论轻师有, 则诸子亦可为师矣, 事故又强调虚择, 师, 故所习虚择, 所失亦虚择, 就此, 而言, 则则之最后, 标准安在, 此处不, 明, 则亦空择, 然, 若以向山论学社教, 知法门观之, 则所, 则为何, 应以圣明, 圣且, 只要本心, 以力, 能阔而充之, 且能有己力行而, 去, 则轻师有之说, 以不必利以, 此, 终止是注说, 非向, 山学之要目以, 就要学者从己而学, 言之, 向山对自己, 即有信心, 其以施, 这自认, 颇有恐梦, 之风, 向山常要学, 这与之面谈, 认为, 这样才有时效, 否, 则学者会昏闭, 草, 吏之即其一粒, 草, 与向山相处时, 能, 物向山所言, 但分, 别后, 自己念书用, 公, 即不得要领, 与诸息学, 岁清诸, 而排路, 所以向山, 常与学者面谈, 怀, 唐时其如此, 再向山时其如此, 甚至在经门时一阶如此, 向山精神气向盛, 加与学者谈则, 多能感动奋起者, 然而此亦非有必然, 知保证, 成圣成贤, 仁须学者自下功夫, 见吕不错, 方能, 有成, 否则如草力, 知然, 又有何用, 可知未学在己, 由, 其是圣贤功夫, 成, 不虚言, 时, 学者切勿强谈, 利索, 虚是幽幽为, 知, 向山论于教育方法, 知第四项, 载于物, 强探力所而应悠游, 未知, 如其言, 大抵未学, 但当, 滋滋尽得修业, 使, 此心于日用间, 枪, 贼日少, 光润日者, 则圣贤垂训, 想, 以为盘根错节, 未, 可拒解者, 将焕然, 兵士, 宜然理顺, 有不佳思而得知者, 以, 书曰, 思曰瑞, 瑞作圣, 孟子曰, 思则得知, 学故, 不可以不思, 然思, 知为道, 贵切尽而, 悠游, 切尽则不失, 即, 悠游则不知悟, 亦曰, 拟知而厚, 言, 亦知而厚动, 孟子曰, 全然厚知, 轻重, 度然厚知常, 短, 物皆然, 心味, 圣, 记曰, 心尘求, 知, 虽不中, 不远, 以, 日用之间, 何, 事而非思也, 如是, 而思, 安得不切尽, 安得不悠游, 至, 于圣贤格言, 切尽, 得当, 朝夕明白, 初步难笑, 而无知, 全度, 其则不远, 非假于外物, 开卷, 读书时, 整观肃荣, 平心定气, 古训, 张句, 苟能从容物, 破, 而粉涌之, 其, 礼当自有张张者, 纵有至爱, 此欣慰, 聪明, 犹有所至而, 然而, 孤舍之, 以, 似他日可也, 不必, 苦思之, 苦思则方, 寸自乱, 自觉其本, 诗迹之物, 中部, 明白, 但能于其所, 以通晓者, 有鞭策, 之力, 涵养之功, 使得日已尽, 夜日, 以休, 而此心日冲, 日明, 则今日至爱, 这, 他日必有宾事, 礼顺时已, 如此则, 读书之次, 亦赫事, 而非思也, 如是而, 思, 安得不切尽, 安得不悠游, 若故, 至于言语之间, 欲, 以诗己至物之志, 强探而力所知, 非, 无知所感知也, slip, 盖世无大小, 道, 无深浅, 皆不可强, 探力所, 人患无智, 而是乃有有智, 不如无智者, 往往, 皆强探力所知病也, 若无此病, 譬如, 行千里, 自宜不羁, 知, 苟不已, 无不, 知, 但患不行生, xlv, 垂玉心功, 以示, 未能宽裕, 所以废, 历处多, 忧而柔之, 使自求之, 焰而, 欲之, 使自屈之, 若将海之境, 高则, 滋润, 此数语不可, 不守卫, 于己于人, 皆当如此, 若能, 若此, 尽处应是, 读书皆仁, 皆当有, 亦, 悠游宽裕, 却, 不是萎弥肺放, 此, 终至见至言, 自不, 费力, 恐降到所为, 奋训者, 或不免住, 常知患, 苏菲, 昆仲未学, 不患, 无智, 患在好境遇, 素, 反义自病, 文, 说日来月更收敛定, 铁, 甚未知喜, 若, 能定铁, 自能量力, 随分, 寻寻以静, 躺是无力之所不能, 急, 而强静焉, 亦, 安能有静, 图取折, 伤困令而已, 随意, 大抵昆仲之病, 皆在锐静之处, 必, 静退让安详之人, 自然时修处多, 精, 为学不长静, 为能, 大患, 因其锐静而, 至于狂妄, 不实修, 则为祸身, 而为, 内大, 所谓非图无, 亦, 而又害之者也, 别有一种人, 安, 详持顿, 则只消免, 知使尽, 往往不至, 有狂妄之患, 至无, 昆仲, 则最贵退让, 若不知此, 则病, 深难救, 随意诶, 未读古书, 且当, 于文义分明处, 怂, 习观神, 无乎其为, 异笑, 无视其为矣, 小, 则久久当有识, 得识意, 至于可疑, 者, 且当悠游艳遇, 以四知, 不可强探, 历所, 后日于文义, 一小处有尽, 则所, 为疑或难小者, 网, 网患然而自解, slicks, 某常令后生读书, 时, 且经读文一分, 明, 世杰一小者, 悠游奋勇, 史之佳, 恰, 与日用相邪, 非但空言虚说, 则, 向来疑或处, 自当, 焕然兵事已, 纵有, 未解, 故当后知, 不可强探力所, 久, 当自通, 所通必真, 时, 与私时揣夺者, 天游不足欲其远, 也, 不再多言, 免, 瞻世望, l, 此道非真净物净, 者能知, 为净退者, 可入, 又云, 学者, 不可用心太紧, 精, 知学者, 大抵多事, 好事, 未必有切己, 知智, 夫子曰, 古, 知学者为己, 精知, 学者为人, 寻自省, 查, 力, 学者读书, 先于, 一小处, 旷寒熟腹, 切记至思, 则他, 男小者, 患然兵士, 以, 若先看男小处, 终不能达, 举一, 学者诗云, 读书切, 借在慌忙, 喊永宫, 夫性未尝, 未小莫, 防权放过, 妾身须, 要及思量, 自家主, 宰偿经见, 逐外经, 神徒损伤, 力, 学者不可用心态, 仅, 深山有宝, 无, 心于宝者, 得知, 来应, 读书之法, 虚事, 平平淡淡去看, 子, 细完味, 不可草草, 所谓忧而柔之, 艳而欲之, 自然有, 焕然兵士, 宜然理, 顺底道理, Live, 向山学记在教人追, 求圣贤人格, 因此, 在求知与实践上自, 有七独特的教法, 学者读书, 目的记, 在学做人, 因此读, 了多少, 懂了多少, 都应付诸实践, 在日常行为中行动, 出来, 同样的, 其, 所学的东西及其所, 懂得的东西, 就会, 影响了他的品格, 对在圣贤之图上脉, 静的学者, 有着觉, 定性的大影响, 在, 加上向山学的性格, 中, 实践比求知更, 重要, 因此向山的, 出一个独特的教门, 在求学的进度上, 虚是悠悠学之, 而物强探力所, 此一命体乃有其身, 意者, 首先, 学者, 在求学之图中, 念, 书与身体力行事一, 回事, 事故, 悠悠, 读书物强探力所一, 是, 在表面上虽是, 只念书的事情, 时, 记上却与身体力行, 的功夫仅仅扣连在, 一起, 当念书时, 本身在日用人轮间, 在圣贤事业上体, 会了多少, 那么在, 书本上也就差不多, 可以领会到多少, 当然, 这有个前提, 就是以所读之书, 乃是千古圣贤之, 经典宝讯未宪, 而, 非一般科学, 经验, 琐碎济世之学问, 此后, 对于所学有, 不明之处, 当是自, 己未能体会得到的, 此时如果强自叹, 所, 乱发议论, 闪, 自建构一套套的解, 是系统, 则非仅无, 用, 且更有害, 其, 无用在于学习的母, 的乃在实践, 而非, 玩弄概念分析, 体, 细建立, 因此, 强, 所解的的观念系统, 对于向山时学而, 言, 只是无用之物, 虚执了心力的功, 做, 在这, 其神且, 有害于德行的培养, 因为读书所明的, 道理, 是要直接用, 在生活修养上的, 因此, 在心上磨索, 体会, 却在概念上, 强探力所得来的观, 念, 便会因其不实, 其初, 以智悟导, 了学者修养实践的, 方向, 而使品格大, 受其害, 因此学者, 切记强探力所, 向山如此教法, 自, 事欲实学之实践力, 行功夫于读书事业, 之中, 可谓读书乃, 为道德实践, 重要, 得是在修极功夫中, 逐步含勇, 因此, 读书小文艺知识乃, 非重点, 即使重视, 也只为了实践, 例行作义方向确立, 知指引作用, 然而, 学者中有性格造, 静者或好学深思者, 或由于学问方向, 知不明或由于读, 书只去知差异, 总, 爱在文艺便稀处, 好知光阴, 做些无, 用功夫, 书不知相, 山石学极切尽, 极, 简易, 极悠悠, 把, 握住于小明处窃下, 功夫于慧暗处全, 且放下之原则, 则, 读书自然轻松, 而, 真心着力于功行建, 屡处于此处勇猛, 精进即可矣, 呆修, 养更深厚时再来收, 实文艺则功效当, 更大, 且功夫当更, 简易, 十一, 向山评论学, 这一般通病, 向山教育理念, 除论于教育之宗旨, 与方法外, 尚注意, 道学者为学之若干, 通病, 这些毛病却, 都是学做儒者的杖, 爱, 向山依依指出, 如下, 与人商论, 固步, 贵苟从, 然亦虚仙, 虚心, 乃至听其言, 若其所言, 与无, 有味安处, 亦虚平, 心思之, 思之而为, 安, 又须平心定器, 与之辩论, 辩论, 之间, 虽贵生几亿, 不可自屈, 不可, 赋惠, 而亦须有为, 恐我见未尽, 而他, 须别有所长之心乃, 可, LV, 不幸悉心必利, 以降树叶, 而不能, 自免于迷惑, 惊淡, 能退而论于, 至于轻, 浊之间, 则是祸数, 几乎自解义, 倒数, 知是非邪正, 许而, 论之, 未婉也, 当, 举者迷, 旁观者神, 用心急者, 多不, 小了, 用心平者, 多小了, 阴爽者, 用心一紧, 一且颠, 倒炫祸, 旷荤顿者, 其可仅用心耶, LV, 要之无有, 且当, 滋滋行其所知, 为, 当与人辩论是非, 辩论是非, 以解人, 知或, 其认甚重, 非无有之则也, 不, 与之论, 他日却自, 明白, 经欲据言之, 只是强说, 自家, 乱祸尔, 老夫平日以此试字, 认, 与此等病人说, 话, 尚如此费力, 无有如何解分析的, 他明白, 且先自制, 不必与人商议, 可也, 类爱爱, 盖古人结识, 后, 人未免有议论词说, 之类, 当其弊时, 多不自觉, 及其弊, 解, 回事前日之经, 应安排, 方知其为, 献逆耳, 类爱应, 盖后世学者之病, 多好世无意之言, 假令记忆言辞, 竟无差爽, 犹无意, 而有害, 旷大臣其, 指, 禁师其实邪, Lix, 令兄位诸功伤于, 著书, 而其心返有, 所必, 比, 学不智道, 其心不, 能无必, 顾其言之, 离, 比为不自知其, 学不智道, 不自已, 未必, 顾敢于著书, 而其可言有其者, 书, 而返有所必, 当言其心有必, 故, 其言亦必, 则可也, LX, 未学日静, 未未, 读书作文, 义事, 无人事, 但读书本, 不为作文, 作文其, 末也, 有其本, 必, 有其末, 未文有本, 甚, 而未不冒者, 若本末道志, 则所, 未文, 亦可知已, LX, 作文特无人于事, 从事其间, 而有, 鲁莽, 是位直事部, 静, C, 读书作文之事, 自可随时随力作曲, 财力所不及者, 胜不足齿, 必以财, 力所不可强者, 为, 优位齿, 乃是喜夸, 好胜, 诗其本心, 真所谓不依本分也, C, S, 后生看经书, 虚, 这看著书, 即先如, 解释, 不然, 直己, 见义论, 恐入自视, 知欲, 便轻视古人, 至汉堂间, 名臣, 议论, 反之无心, 有甚被道处, 亦须, 自家又真诸庶名儿, 不谬底道理, 然后, 别白言之, S, 读书故不可不晓, 文艺, 然指以小文, 亦为是, 指示而同, 知学, 须看义指所, 在, LXV, 学者先须不可现, 逆其心, 又不当矣, 学问夸人, 您是纵情似欲知, 人, 犹容易与他人, 说话, 最适学一副, 乱说底, 没奈他喝, X, 某读书, 只看古, 祝, 圣人之言自明, 白, 且如弟子入择, 孝, 出择地, 是分, 明说与你入便孝, 出遍地, 何须地传, 祝, 学者疲精神于, 此, 是以言子越重, 道某这里, 指示, 与他简言, XI, 向山不喜学者与人, 争辩, 商论义理, 本应平心尽气, 虎, 相体贴, 而不在壁, 于言词上之战上风, 若迎物于此, 壁, 无所得, 论学指引, 在德行上勉励, 而, 非在辩论上真胜, 若以言辞锋利圣人, 则必不能在人心, 上感动他人, 即或, 占得一时上风, 却, 于鼓舞他人尽得修, 养上无胜益处, 如, 此之辩论, 则有何, 用处, 向山更不喜以学问, 夸人者, 学问只用, 来自己, 用来督促, 自己的德性修养, 如果只知好发议论, 犯于琐碎一理之, 真, 则不但于人有, 害, 于己更有害, 因为, 读书小文艺, 皆只为实践力行, 若不知内修其德, 外王天下, 而止以, 所知所学夸人, 则, 学问之意尽诗, 中, 就只成了须有其表, 的世人, 而不能有, 真正的品格修养出, 现, 更且强谓说辞, 的议论, 如果真用, 于修己至人, 则必, 漏洞百出, 而质疑, 害无穷矣, 对, 人数一月, 太 dolor了, 真正的品格修养出,